同事吹牛我和女总裁护制深浅长短 同事不幸 路过的女总裁却偷偷当真了 于是第二天醒来 我就出现在了女总白铃的床上 此时被尿意憋醒的我迷迷糊糊地走下床 来到卫生间下意识掀开马桶 可随之而来的不是熟悉的哗啦声 而是从双腿之间涌出一股热流 这从未有过的体验让我瞬间一时清醒 我惊呼一声 可发出的却是女子的尖叫 完了奇猛啊 我狠狠拍了拍自己的脸 但越拍越清醒 在原地缓了两个半小时 我勉强接受了这个炸裂的事实 那就是自己的意识穿到一个女人的身体 站起身走到洗漱台上 看着镜子里熟悉的绝美容颜 卧槽 这不是白总吗 我伸手摸了摸自己的脸 又捏了捏水嫩的鼻子 不错 原装的 就是不知道其他地方是不是 还是先洗个澡吧 那么现在问题来了 我要不要穿这衣服洗呢 我阿乐可是正经人 所以我选择闭着眼睛洗 这皮肤可真是嫩啊 哎呦 手滑真是手滑 简单洗了两个半小时后 我裹上浴袍进入卧室 打开衣柜准备找衣服使我呆着 没想到平时高冷的白总 背地里居然喜欢可爱系的少女粉 与此同时 白琳正呆呆地站在洗手间里 看着镜子里的熟悉面孔一脸猛逼 她试着强行让自己冷静下来 但随着一股妙意的出现 白琳脸色变得越发难受 一想到她有可能是和一个叫阿乐的男人互换身体 她就心急如焚 于是她快速穿上衣衫走出卧室 此时我正站在镜子前打量着自己 白总这一双腿起码 站着身高的一大半 这简直就是实打实的腿完年了 尤其是穿上这干练的衬衫 我低个乖乖 简直绝了 得亏自己当年有过女装大佬的经历 现在看来也是没荒废啊 要是再摆出一副高冷欲解的样子 我顿时拍手叫绝 可就在我沉浸于幻想的时候 管家的敲门声传了进来 我之后没来到门口 白小姐 外面有一位阿乐先生说是您的朋友 我愣了一下 自己找自己 不对 难道是我跟白总互换了身体吗 你让她进来 我踩着拖鞋在客厅疯狂躲补 完了完了 我怎么感觉她带着杀起来的 不对啊 自己这么心虚干嘛 我也是受害者啊 就在我思考该怎么办的时候 白玲一脚踹开大门 当她看见我的第一眼差点没抱走 居然穿成那样 白玲坐在沙发上右腿夹着左腿 优雅的女性坐姿在我眼里看着想途 而白玲看着我 插开双腿的霸气坐姿 嘴都要气歪了 你不知道自己穿的是短裙吗 一时间我跟她大眼瞪小眼 但一致的是看对方都不顺眼 白总您别这么看着我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什么眼神 你那是什么眼神 就好像是我搞的一样 白玲虽然生气 但还没失去理智 你能不能做好 我愣了一下赶紧将双腿合拢 白总 麻烦你也好好做 我看着想吐 白玲皱了皱眉 气得忘记自己现在是个男人 你穿打底裤了没有 打底裤 啥玩意儿 白玲气得脸通红 你穿短裙怎么能不穿打底裤 能不能有点常识 不是自己的身体就不当回事吗 我老脸一黑 不好意思我这就去穿 白玲身体一抖 等等 必想到一个男人给自己穿打底裤 白玲就浑身不舒服 我有点不耐烦了 又怎么了 还是先想想办法把身体换过来再说 白玲实在接受不了一个男人用自己的身体 我坐下来点了点头 那你有什么想法没有 白玲没有说话 显然是没有 你想想在这之前发生什么了 昨晚上我就打了把游戏 一觉睡醒就这样了 我也和平时差不多 说完他又沉默了 今早睡醒的时候差点没把他吓死 我思考片刻 白总 你说会不会像小说里的那样 只要咱们守对守 然后就可以互换回来了 白玲觉得我说的并不是没道理 毕竟只有魔法才能打败魔法 那我们试试 就这样我和白玲坐在地毯上面对面 别说 从另外一个人的角度看自己 这种感觉有点奇怪 白玲也开始理解为什么男人的那样痴迷自己 而我看着自己的脸忍不住感慨 自己长得简直跟各位观众一样帅啊 我跟他伸出手互相抵住 心里默念唤回来 虽然白总身材一流 但我还是想当男人 不想变成躺的一方 就这样半个小时过去 我俩再次睁开眼 眼里却同时露出一抹失望 我甚至能看见自己的眼眶红了起来 看着自己哭得感觉好便宜 白总你也别太着急 总是会有办法的 白玲则冷漠地笑了一声 我就是不想看见你糟蹋我的身体 我顿时就不爽了 什么叫我糟蹋你的身体 你的身体就是身体 我的身体就不是了 就好像我占了很大便宜似的 白玲文言也有些心虚了 最后语气弱了几分 不好意思 我也只是想快点换回自己的身体 我也想换回自己的身体 你以为我真喜欢当女人啊 还得穿打底裤 白玲老脸一黑主动转移话题 快九点了 得赶紧走 今天我要去见一个重要的人 马上就要迟到了 说完就盯着我看 我立马摇了摇头 不去 你自己去 你站着我的身体我怎么去啊 我不管 我哪都不去 要是被我爸妈发现了 那就毁灭吧 说着我直接躺在沙发上 一副摆烂了的样子 白玲见此顿时心急如焚 那这样 在没找到办法之前 我们互相打掩护 怎么样 我顿时精神抖擞 尊都假都 白玲有些无奈 那还能怎么办 你赶紧去穿条打底裤 路上我再告诉你其他事 我点了点头 然后看着白玲 你看我干什么 去穿啊 我有些不好意思 你能不能回避一下 白玲都被气笑了 我看的比你还多 你还让我回避 快点 一秒顿时吼了出声 阿乐 你早上居然洗澡了 我就知道你不是个好人 看着白玲怒气冲冲地冲了出来 我有点尴尬 白总 不是你想的那样 你心里想的那些 我还不知道吗 不是 我没有 我只是习惯了 用男人的方式上厕所 白玲原本怒气冲冲的表情 变得羞粉 你居然站着 小声点 你想让所有人都知道吗 我的白眼都要翻到后脑勺了 白玲欲哭无泪 造孽啊 准备好之后我就走出卧室 白玲眉头一皱 你就这么走吗 要不然呢 我虽然天生丽质 但公共场合还是需要化点妆的 我差点没憋住小 白总 你可真会吹捧自己 半想后我看着镜子里的白玲 嘖嘖嘖 你别说你还真别说 白玲则是狠狠地瞪了我一眼 白总 我也想提醒你一下 别在我身体上露出太多女性肢体动作 不然别人会以为我是变态 难道你不是吗 见我面无表情地看着她 我知道 不用你叫 刚收拾好出门 就看见门口停着一辆毛丝来撕 白玲倾壳提醒 下一秒穿着西装的男人下车 手里还拿着一束鲜花 就差把有钱俩字写在脸上 虽然她确实挺帅 但和自己比还是差了那么一丢丢 这人谁啊 我低声问白玲 白玲扭过头 一个追求者而已 赶紧把她打发走 我瞄懂 这种事情还是第一次干 感觉还挺新鲜的 只见周扬大步走上前 小玲好久不见 她看都没看旁边真正的白玲 对着我就是一顿现殷情 说真的 要不是白玲就站在旁边 我高低得整两句 但为了稳住白玲 我也只是恩了一手 对于白玲的性格周扬也是知道 小玲晚上有空吗 一起吃个饭吧 我没有说话 只是向白玲投去了一个 要不要去的眼神 周扬皱了皱眉 什么意思 跟自己吃饭 还要经过这个男人的准许 白玲冷声说了一句 你看我干什么 说完就直接坐进宝马里 无奈我只好学着白玲的语气 不去 没空 随即钻进副驾 周扬一脸猛低 什么情况 上车后我也是松了口气 伸手问白玲要自己的手机 见白玲不回话 我就感觉不对劲 你别告诉我手机还在家里 走得急 忘记了 白玲看了口气 随后朝着我的小区驶去 二十分钟后 停在小区门口路边 愣着干什么呀 去拿呀 我催促着白玲快点下车 你的手机干嘛我去拿 我差点都被她倒笑了 我去了之后怎么说 有点脑子好不好 别浪费时间了 快点 白玲狠狠瞪了我一眼 然后狠狠开门下车 你轻点啊 不是自己车步心疼啊 我坐在副驾破口大骂 我的宝贝 这女人太凶了 我帮你摸回来 低头拍了拍几品大长腿 我感觉视觉效果拉满 唯一感觉不是的就是有点热 感觉还可以再穿凉快一些 可还没等我付诸行动 就突然看见一个熟悉的人 引出现在车旁边 这不是老妈吗 我一副做贼心虚的模样 低头装傻 门口的周琳看到门口熟悉的车 那不是儿子的吗 怎么停在这 带着疑惑周琳走上前 当他看见副驾上 居然是个害羞的女孩 他瞬间就来兴趣了 这臭小子金屋藏娇啊 咚咚咚 听到车窗的敲击声 我浑身一懂 完蛋了 偷瞄一眼 果然看见老妈笑眯眯看着自己 将车窗降下 我下意识地喊了一声 第一章 那双腿化成灰野刃的 股市集团在国内 那是属于几大财团之一 龙海市的分公司 也是赫赫有名 不管是本地的年轻人 还是外地的 挤破脑袋 也想进入股市集团大楼 毕竟能在股市集团上班 也是能吹嘘一番 然而就在今天 集团总部空降了一位 总经理抵达公司 大家都在猜测总经理来头 万万没想到 居然是一个女的 而且是一位 长相极美的女人 这一时间 集团里的男性 就像打了激素似的 开始做着迎娶白富美 走上人生巅峰的美梦 于哥 还忙着呢 工作位上的男人 名叫于小多 长相阳光帅气 去年毕业 就进了集团人事部 这让所有人都觉得 于小多是靠关系混进来的 但于小多发誓 自己陪着死党去面试 然后就试了一下 莫名其妙就被聘用了 哎 那位女老总回来 就是三把火 这几年的人事调动都要看 于小多扭了扭 僵硬的脖子 无奈说道 体型肥胖的赵良 一屁股坐在椅子上 那椅子发 顿时发出歌之声 仿佛承受不住重量 我听说 咱们分公司要有大变动 会不会影响咱们哦 管他呢 这刀子真要落在头上 也没办法 都七点钟了 走吧 明天再搞 于小多撇了撇嘴 反正也没规定 今天必须完成 来到电梯口 两人一左一右 靠在旁边开始吹牛皮 于哥 昨天你抽了没有 我几个六百四十八下去 也没见神里灵滑 赵良郁闷地绕绕头发 作为一个胖子 喜欢二次元眉毛病 于小多就不同了 没抽 我还是喜欢雷电将军 那看不起我的样子 嘿嘿 于哥 你对咱们那新来的古董 有什么独特见解 今天我都没看见 赵良贼兮兮问道 集团讨论的话题 就是这个 于小多稍微细想一下 有点远没看清楚 别装 你那邪恶的歪嘴 已经出卖你了 这时候 电梯门叮咚一声打开 于小多开着玩笑说道 虽然没看清楚 但那双腿 我能玩出一千零八十种花样 哎呀 我乐得清凉了 于哥 你可真会吹牛皮 啊 你让古董站在我面前试试 看我不来个香蕉蝶罗汉 说着于小多便转身朝着电梯里走去 刚刚抬脚 脸上的那股自信渐渐僵硬 一旁的赵良疑惑回头 眼珠子差点没瞪出来 电梯里站着一个绝色女子 正是今天集团议论的主角 古总 古娃 此时的她面若冰山 双瞳散发的冷光 能把人给冻僵 如果忽视那张绝色面容 窈窕的娇躯 带着惊人的曲线弧度 血偶一般的柔软玉壁 不禁想去摸上一把 优美修长的玉腿 被一层薄薄的黑丝包裹着 刺激着男性的视觉 射人心魄啊 今天虽说没看到脸 但这双迷人的腿韧的 喊道 古总好 一旁的赵良惊呆了 赶紧附和道 古总好 现在到底是进还是不进 不管选哪种 都感觉要完蛋 轻则年中奖无了 重则工作无了 随着电梯门慢慢合上 两人憋着那口气 终于是松了 鱼哥 这就是古总 赵良带着惊艳问道 吓得都喘气了 右手下意识向前伏 好巧不巧碰到了 电梯案件上 于小多苦笑道 应该就是 那双腿化成灰我都认的 话刚刚说完 刚刚合上的电梯门又打开了 两人一脸猛逼 看着里面的古总 不会又听到了吧 于小多心一横 直接走进电梯里 赵良呆呆地看着 慷慨赴死的于小多 你居然还入虎口 鱼哥我胆小 我突然想起 还有文件没改好 只能改个通宵了 鱼哥你先回去吧 说完一脸 我为公司王的慷慨模样 赵胖子 你要点逼脸好吗 说好兄弟有难同当 你现在自己飞 随着电梯门再次合上 这狭小的空间气氛压抑 尤其四个角落 还占着魁梧的保镖 为什么今天的电梯 降得这么慢 叫什么名字 一道冷冰冰的语气 从身后响起 于小多都感觉头皮麻一半 于小多 古尔冷眼看着于小多侧面 并没有说什么 但于小多感觉凉凉了 这冷面女总裁 把自己系上了 肯定会给自己穿小鞋 接下来 电梯里一片安静 很快便来到地下停车场 当电梯门打开 外面停靠着三辆车 前后是黑色路虎懒胜 中间是一辆双拼色麦巴赫 四个保镖率先走出电梯 其中一个打开麦巴赫后门 古尔迈着优雅的步伐 走过于小多身边 高跟鞋踩在地面上的声音 格外清脆 声音就像寒气一般扩散 坐进车里的古尔 最后冷冰冰瞥了一眼于小多 那目光毫无波澜 随着车门关上 车队也渐渐消失在于小多视野中 于小多叹着气走出电梯 没想到自己走运多年 今天翻了车 无奈中 从裤带里逃出了宝马5系的车钥匙 一旁停着的黑武士外观的宝马530 亮起了大灯 刚刚坐进车里 赵梁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 直接坐在副驾 于哥 你还活着啊 谢天谢地 于小多直接竖起中指问候 于哥 古总没对你怎么样吧 刚刚我只是假一撤退 其实我从楼梯一路跑下来 万一于哥你有事 我赵梁为你插两刀 于小多一把掐住那肥大的脖子 你个死胖子 还想插我两刀 以表忠诚是吧 一辆黑色宝马5系 开始摇摆起来 好巧不巧 刚刚驶过的车队又折返回来 古尔透过车窗 刚好又看见这荧幕 于小多整个人压着副驾的一个人 明显那个副驾的人还在挣扎 于哥 车 车 前面有车 赵梁赶紧喊道 于小多回头一看 甘妮娘 今天真是撞鬼了 古尔还以为副驾是个女的 没想到是刚刚那个胖子 原本色狼标签 直接改为变态赵梁脸上的肥肉 都带着惊慌 整个人不自觉地滑下去 仿佛副驾没人似的 随着麦巴赫驶过 于小多感觉今天太邪门了 自己这阳光形象全毁了 使出地下车库来到马路上 赵梁认真问道 于哥 古总没怎么样你吧 第二章 我于小多变成女人了 为了一个名字 估计明天要换岗位 分到一个穷乡僻壤之地 赵梁深深皱起眉头 于哥 都是我害了你 为了表达我的歉意 晚上回去之后 我把珍藏多年的五十吨种子发给你 够兄弟 赵梁安抚说道 我害得你这么惨 要是真去了穷乡僻壤之地 还能保证精神上的充足 于小多 原本还想去网巴鲁两把 但也没这个心思 锦辉男院 在龙海市属于2T队小区 虽然没顶级小区那么贵 也削我请 明天吧 MD 要是于哥你被发配出去 我也跟着你一起去 赵梁拍着那肥大的胸口 决然一声 豪情万丈 心里在想 就当是减肥了 于小多切了一声 别装 你爸拖了那么多关系 把你丢进去 你要是敢乱来 肉都给你削的 于哥 你真是个好人 滚蛋 转着车钥匙 于小多走进旁边的电梯间 赵梁进入另外一边的电梯间 两人住在小区有几个年头了 是在篮球场认识的 因为志同道合就混在一起 按下密码锁 打开家门 车钥匙直接放在一旁的鞋柜上 我回来了 一个国字脸落三胡男人 坐在沙发上 看着财经新闻 正是于小多的爸爸于太多 在厨房里 做饭的美丽妇人是妈妈唐灵 多多 去洗手吃饭了 等一下有好消息 厨房里的唐灵兴奋喊道 于小多表示 我也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们 我把集团刚来的总经理给招惹了 三菜一汤很标准 于太多坐下便问道 听说你们公司心灵倒来了 怎么样 还能怎么样 你儿子我都出言调戏 把自己给完美了 唐灵择了一声 拿出手机 吃个饭聊什么工作 多多啊 妈妈今天上午给你求了姻缘 说你最近饭桃花 下午你王姨就来电话 有个98年的女孩 大学本科 165身高 在一家外企工作 看看 这还有照片 于小多瞅了一眼 感觉还不错 瓜子脸 大眼睛 笑起来很甜 简直和那位谷总 形成鲜明的对比 不错 于小多暗暗点头 我就知道你喜欢 所以约了明天晚上见面吃饭 于太多一本正经说道 臭小子 把握机会 你妈想抱孙子了 放心好了 我于小多出马 就没有拿不下的 竟吹牛 有本事带个女孩回家看看 于太多毫不留情打击道 唐灵收起手机 乘着紫菜蛋 伤伤给于小多 得意笑道 今天在姻缘庙里 求姻缘的家长好多 一听我儿子在古市集团上班 那是争先恐后的介绍 于小多直接裂开 这要是坦白了 老妈直接掀桌子 发表起来老爸都拦不住 这事还是得稳稳 别在老妈高兴的时候说出来 吃完饭 一家三口坐在沙发上吃水果 电视新闻突然出现古娃的声音 今日 古市集团驻龙海市分公司总经理 现身龙海市 让许多人没想到的是 竟是一位年轻貌美的女士 古总 你如此年轻就单此重任 会不会有压力 古总 还请你说两句 电视里的古娃 根本就不搭理 绝美的容颜 一抹冷艳之色 如同在电梯里似的 多多 这就是你们集团的总裁啊 长得可真美啊 这要是能当着媳妇 那多有面 唐玲包着橘子感叹道 噗 于小多嘴里的水都给喷了 你的 未来二席 明天要给我穿小鞋了 不过 还是算了吧 这种冷艳行 不是自己的菜 于太多喝着枸杞茶打鸡道 就他这怂样 我看不行 也是 于小多翻着白眼 有你们这么 数落儿子的吗 真怀疑自己是不是垃圾堆里捡的 打游戏去了 说完于小多就起身走进自己屋里 再把门给反锁了 仿佛要做见不得人的事情 白天上班 晚上打游戏 周末出去玩 然后结婚生子 这就是于小多给自己规划的人生 没有什么宏大抱负 只有朴实无华的生活 洗了个澡躺在床上 于小多打算 走一步是一步了 口海把自己搞没了 想着想着 于小多便沉睡过去 还梦见冰冷的古玩 叫四个保镖打自己 奋起反击之后 躺在地上要了几百万才看起来 也不知道睡了多久 于小多被一股尿意给劝醒 迷迷糊糊走下床 来到卫生间里 将马桶盖掀开 打了个哈欠 然而熟悉的嘶嘶嘶声并没响起 反而双腿之间感受到一股热流 带着疑惑瞅了瞅 熟悉的大家伙去哪了 随着意识越来越清醒 于小多顿时发出一声惊天尖叫声 一屁股坐在地上猛了 肯定还在做梦 这一定是个梦 于小多拍了拍脸颊 但越拍越清醒 自己居然变成了一个女人 不 吻了半个小时 于小多不得不接受这个诡异的事实 自己的意识 在一个女人的身体里面了 老妈还说自己最近有桃花孕 可没说自己要变成桃花啊 站起身来走到洗漱台上 看着镜子里的自己 卧槽 于小多惊呼一声 这熟悉的角色容颜 这不就是古总吗 Oh my God 自己居然变成了古市集团的总经理古尔 裂开愣了半天 于小多捏了捏脸颊 水嫩水嫩的 又捏了捏鼻头 看来不是做的 这脸好像真是纯天然 不知道其他地方是不是天然的 还是先洗个澡吧 这也太尴尬了 那么现在问题来了 是要穿着这粉色睡衣洗 还是脱了洗 我于小多也不是占便宜的人 所以我选择闭着眼睛洗 这皮肤真是滑辣 哎呀 不好意思 闭着眼睛摸错地方了 半想后裹上浴袍 于小多打开卧室里的灯光 没想到那高冷的古总卧室 居然是粉红色 还有大娃娃 这简直就是表面高冷内心小女孩啊 第三章 你穿打底裤没有 这卧室布局 居然还和自己卧室差不多 就是她的卧室大许多 于小多低头丑了丑 确实大 另外一边 于小多家里 古尔呆呆地站在洗手间里 看着镜子里的熟悉面孔 发呆了十分钟 自己怎么会变成那个电梯里的男人了 第一天当任总经理 接下来还需要做很多事情 为什么会出现这么离奇的事情 古尔不像一般女人 只会尖叫 强行让自己冷静下来 但是一股尿意出现 让古尔脸色变得十分别扭 最后还是选择坐在马桶上解决 从卫生间里出来 看着于小多的卧室 墙壁上挂着一些动漫海报 死神 火影 海贼王等 换掉的衣服都丢在旁边的椅子上 电脑桌上的烟灰缸里 全是烟屁股 空气中弥漫着一股烟臭味 果然附和那位男人的品味 一想到 那个叫于小多的男人会在自己身体里 古尔顿时心急如焚 现在得回去找 自己 随便穿上衣衫 古尔走出卧室 一眼便看到做饭的唐灵 多多 今天这么早就起来了 是不是今天晚上要相庆 兴奋地睡不着啊 唐灵握着锅铲 回头看向一脸呆滞的儿子 古尔愣了一下 我去上班了 说完古尔便走到门口换鞋子 看到鞋柜上的车钥匙 顺手拿下 唐灵一脸疑惑 走来问道 多多 你不吃早餐了吗 不了 古尔淡淡回到 立即打开家门离开 留下疑惑的唐灵 这孩子今天怎么了 兴奋过度了吗 来到停车场里 古尔开着于小多的车 就朝着自己家驶去 刚刚起床的赵梁 站在阳台上 呼吸新鲜空气 被他称之为空气减肥法 不过 当看见于小多开车驶出小区 赵梁一愣 于哥今天居然不等自己了 完了 生气了 家河一号 这是龙海市真正有钱人居住的地方 一栋别墅起家就是上亿 此时的于小多 正站在镜子前打量着 喃喃低语 古总总长一米七 一双腿起码站了一大半 这简直就是极品中的精品中的罢品 一些模特都差远了 尤其今天 穿上干练的女士衬衣 将下端塞进短裙里 将胸脯和细腰的曲线勾勒出来 再穿上一条崭性的肉色丝袜 我勒得乖乖 简直觉了想当年大学搞演出 自己也是有女装大佬的经历 如今看来也没荒废啊 看着镜子 于小多摆出一副 冷漠看不起你的样子 顿时拍手叫绝 就是这个眼神 忽然 一阵铃声响起 于小多皱了皱眉头走出卧室 声音来自一楼客厅 这才发现 古尔住的是大别墅 透过落地窗外面 还有大花园和泳池 这么大一个屋子 就他一个人住 有钱人真会享受 来到门口 于小多拿起电话 喂 古小姐 我是门卫安保 有一位于先生 自称是您朋友 想要见您 于小多激若目呆 于先生不就是自己吗 难道古总跑自己身上去了 你让他进来 好的古小姐 放下电话 于小多踩着兔子拖鞋走来走去 古总雷厉风行啊 感觉他是带着杀起来的 不对啊 自己干嘛这么心虚 这又不是自己干的 古尔直接将车 停靠在别墅一旁 但是被自己的保镖给拦住了 差点没气晕过去 怎么又是你 懒蛤蟆想吃天鹅肉是吧 滚蛋 古尔冷声说道 你们让鱼 让古总出来 小子 你别狂妄 大小姐是你想见就能见的吗 在我没生气之前 有多远滚多远 也不撒泡尿 照照自己什么德行 还想追大小姐 古尔一时间都不知道该怎么说 于小多开门走了出来 古尔一眼看去 一双眼睛都要冒火了 居然穿成那样 大小姐 几个保镖恭敬喊道 于小多能感觉到 自己 在生气 倾壳道 让他进来 几个保镖面面相去 难以置信 大小姐居然让他进去 心不甘情 不愿打开铁门 古尔怒气冲冲朝着 自己 走去 低声喝道 你给我进来 于小多仰了仰手笑道 没事了 都忙去吧 说完转身走进屋里 然而 几个保镖待在原地 大小姐刚刚 大小姐刚刚居然笑了 我没看错吧 屋里 古尔坐在沙发上 右腿架在左腿之上 很优雅的女性坐姿 但是在于小多的眼里 自己 这个坐姿看起来想吐 而古尔看着 自己 坐在对面 居然双腿撇开 嘴都要气歪了 你不知道 自己穿的是短裙吗 一时间 两人就是大眼瞪小眼 看对方都不顺眼 顾总 您别这么看着我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于小多终于是说话了 看看他那什么眼神 好像是自己搞的一样 我要是有这本事 那还不是起飞了 古尔虽然生气 但还没失去理智 你能不能做好 于小多愣了一下 赶紧将双腿合拢 同时说道 古总 麻烦你也好好做 我看着想吐 古尔皱了皱眉头 气得忘记自己 现在是个男人 你穿打底裤了没有 打底裤 你穿的是短裙 怎么能不穿打底裤啊 能不能有点常识 古尔气得脸都红了 不是自己的身体 就不当回事吧 于小多饿了一声 不好意思 我这就去穿 等等 古尔赶紧叫住 一想到 一个男人给自己穿打底裤 古尔就浑身不舒服 又干什么 等下去 想想办法把身体调换过来 古尔沉声说道 完全无法接受一个男人 用自己的身体 于小多再次坐下 行 你有什么头绪没有 古尔不语 明显是没有 随即反问道 你想想 在这之前发生什么了 昨天晚上打完游戏就睡觉了 醒来就到这里了 我也和平日差不多 早上醒来 就在你家床上 古尔低沉一声 当刚醒来的时候 差点没把自己吓死 第四章 古总 不是你想的那样 于小多猜测道 古总 你说会不会像电影里的那样 什么九星连珠产生磁场 将两人意识互换 古尔觉得 于小多说的并不是没道理 这种离奇的事情 只能用离奇的说法解释 我们手牵手 闭着眼睛冥想 但要想着换回身体 古尔建议道 听着好像很幼稚 但还是得试试 行 两人坐在地毯上面对面 说真的 从另外一个人的角度看自己 这种感觉很奇怪 古尔似乎理解 男人们为什么那样痴迷自己 而于小多感觉 自己长得真够把帅 两人伸出手 互相握住 于小多死都没到 自己居然以 一个女孩身份握了自己的手 天啊 古尔心里也是一样的想法 但只要能将身体换回来 都要试一试 闭上眼睛 心里默念换回来 虽然古总身材不错 但我于小多 还是想当男人 不想变成瘦的一方 时间一分一分过去 当两人睁开目光 再次看到自己 目光一抹失望 于小多甚至能看见 自己 被眼眶渐渐红了起来 看着自己哭真的好别扭啊 古总 你也别太着急了 总是会有办法的 于小多轻声安慰着 古尔冷声说道 我就是不想看见你 糟蹋我的身体 于小多顿时不爽 轻贺道 什么叫我糟蹋你的身体 你的身体就是身体了 我的身体就不是身体了 好像我占了很大便宜似的 古尔怒视着于小多 最后目光弱了几分 不好意思 我只想快点换回自己的身体 我也想换回自己的身体 你以为我喜欢当女人啊 还得穿打底裤 古尔 几点了 古尔突然出声问道 都快九点了 搞得我居然迟到了 于小多可是个完美主义者 上班到现在都没迟到过 今天不止变成女孩 还打破了完美 今天我要去见一个重要的人 约在十点 得赶紧走 说完就盯着于小多看 我去 不好吧 还是你去 于小多摇了摇头 于小多 你站着我的身体 我怎么去啊 不去 我爸妈肯定无法接受的 毁灭吧 不活了 于小多直接摆成一个大字 表示我摆烂了 你随意 古尔心急如焚 顿时提议道 这样 在没找到办法之前 我帮你打掩护 你帮我打掩护 如何 真的 于小多顿时坐起来 瞬间精神抖擞 古尔无奈 那还能怎么办 于小多耸了耸肩 现在也只能将就一下 你去穿条打底裤 路上我再告诉你一些事 好 于小多点了点头 然后看着古尔 你看着我干什么 去穿啊 于小多不好意思道 你能不能回避一下 古尔都被气笑了 我看的比你还多 你还让我回避 快点 既然身体主人都不在乎 自己有什么好介意的 直接当面换 古尔糟心得很 自己的清白之躯 就这么没了 转身走进洗手间 顿时大喊道 于小多 你早上居然洗澡了 我就知道 你不是个好人 看着古尔 怒气冲冲走出质问 于小多很尴尬 古总 不是你想的那样 你心里想的那些 我还不知道吗 真不是 那你说 我 于小多一下都开不了口 只能走到古尔 耳边低语两声 古尔原本怒气冲冲的表情 变得惊讶 随即羞愤 你居然站着 你能不能小声点 你想让所有人都知道吗 于小多白眼都要翻到后脑勺了 古尔欲哭无泪 自己真是造孽啊 谈上这么个事 准备好之后 于小多准备走出卧室 等等 你就这么走了 古尔眉头一皱 那不然呢 我虽然天生丽质 但公众场合 也需要一点妆容点缀 过来坐下 说着 古尔已经拿起化妆品 于小多都被逗笑了 古总 你可真会吹捧自己 我只是在述说事实 别动 半想后 于小多称赞道 古总这话没技术挺不错 古尔冷哼一声 古总 我也想提醒你一下 别在我身体上 露出太多女性征兆 不然别人以为我是变态 难道不是吗 见于小多板着脸 古尔淡淡说道 我知道 不用你教 还有 虽然新奇 但别乱玩 我还没结婚生孩子 古尔 两人一起出门 这把门口的几个保镖看猛了 大小姐和那个男人是什么意思 你们去公司等我 于小多板着个脸说道 刚刚古总吩咐 不能掉了他的人设 保镖们叹为观止 感觉跟做梦似的 昨天这小子大言不惭 得罪了大小姐 今天还能和大小姐独处一事 太疯狂了 保镖打开铁门 两人双双走出 不过在宝马旁边 还停着一辆劳斯莱斯药引 于小多目光一亮 好车 可 古尔轻壳提醒 只见一个穿着灰色LV西装的男子 捧着鲜花下车 满身的LV漏勾就插涂在脸上 但有一说一 于小多觉得男人有点帅气 但和自己比起来 还是差了那么一丢丢 这人谁啊 于小多低声问道 古尔淡淡说道 一个追求者罢了 随便打发掉 于小多瞄懂 这种事情第一次干 感觉还挺新鲜的 富洋雪来头可不小 家里可是开矿的 海归之后独自创业 干下不少成就 在圈内年轻人里面 也算是有个名头 昨天听到女神来龙海市的消息 今天一大早就过来守着 但是万万没想到 居然看见女神和一个普通的男人 从别墅里走出来 激动的心顿时凉了一半 他们甚至还在窃窃私语 怎么感觉 那个普通的男人才是主抖 肯定错觉了 古尔怎么可能会这样 不过今天尾尔的穿着打扮有点 有点过于迷人 那种想得到他的想法碗 如万一掏心一般 尔 好久不见了 富洋雪大步走上去 直接忽略真正的古尔 朝着于小多献殷勤 第五章 而啊 金屋藏娇不错呀 说真的 要不是古尔站在旁边 于小多高低得整两句 所以 于小多也只是恩了一声 对于古尔的性格 富洋雪也是知道 所以依然笑道 玩 晚上有空吗 一起吃个饭 于小多疑惑了一下 看向古尔 表示 你要不要跟他去吃饭啊 富洋雪深深皱着眉头 这什么意思 跟自己吃饭 还要经过这个男人的准许 这男人什么来头 你看我干什么 古尔冷声说道 直接坐进宝马里 不去 没空 于小多学着古尔的语气 随即坐进副驾里 富洋雪呆呆地 看着车尾灯渐渐消失 这到底是什么情况 玩儿居然上了 那个男人的车 难道是玩儿的家人 上车后 于小多摊开手 手机给我 见古尔不回话 于小多说道 你别告诉我 手机还在家里 走得急 忘记了 那等一下你 怎么远程操控 去我家拿吧 古尔叹了口气 朝着于小多的小区驶去 二十分钟后 停在小区门口路边 愣着干什么呀 去拿呀 于小多看古尔都不下车 催促道 你的手机干嘛我去拿 于小多都被搞笑了 我去了之后怎么说 有点脑子好不好 别浪费时间了 古尔狠狠瞪了于小多一眼 我堂堂古家大小姐 还得帮你拿手机 狠狠开门下车 然后关上 哎 你轻便啊 不是自己车不心疼啊 于小多坐在副驾破口大骂 我的大宝贝啊 这女人太凶了 我帮你摸回来 看着古尔走进小区里 于小多撇了撇 别以为是老总就对付不了你 低头拍了拍几品美腿 于小多感觉视觉效果拉满 唯一感觉不是的 就是有点热 感觉还可以再穿凉快一些 几分钟后 于小多突然看见熟悉的人影 出现在小区门口 妈 我去 于小多一副做贼心虚的模样 低头不看 小区门口的唐灵 准备去菜市场买菜 忽然看到熟悉的车 咦 那不是多多的车吗 怎么停在这里了 带着疑惑 唐灵朝着车子走去 当看见儿子不在 瞬间就来兴趣了 这臭小子金屋藏娇啊 咚咚咚 听到车窗的敲击声 于小多按道完了 偷瞄一眼 只见老妈笑眯眯看着自己 将车窗降下 于小多无奈喊了一声 妈 唐灵笑眯眯的面孔 顿时一片惊喊 这角色女孩 开口就叫自己妈 什么情况 臭小子难道把别人肚子搞大了吗 那太好了 不过这女孩长得好眼熟啊 在哪里见过呀 但一下想不起来了 于小多按骂自己一声 实在是叫习惯了 唐灵并没怪 笑眯眯问道 姑娘 我是于小多的妈妈 你们这是 我就是她同事 于小多立马瞎掰说道 唐灵心中发笑 这姑娘睁着眼睛说瞎话 看看这慌的 一副被抓的模样 还不知道现在小年轻玩什么花样吗 唐灵也没揭穿 毕竟别人姑娘羞涩 原来是同事啊 那肯定是关系很好的那种吧 这时 古尔从小区门口一路小跑过来 直接坐上车 唐灵疑惑看着儿子 这臭小子 把自己当透明人呢 于小多蒙给古尔识眼色 这是我妈 你傻了呀 古尔这才发现 车旁的是于小多的妈妈 原本冷漠的脸上浮现出笑意 妈 你怎么在这里 于小多松了口气 多多 这姑娘 唐灵坏笑问道 我 我朋友 唐灵嘿嘿一笑 一个说是同事 一个说是朋友 你们两连画风都没套好呀 你妈我没少看谍战片 一眼就看穿你们在演戏 于小多和古尔一愣 表示你猜对了 我们确实在演戏 但不是你想的那种演戏 妈 我还要去上班 回来再说 姑娘 有空来家里做做 有微信吗 给阿姨扫一个 说着唐灵就拿出手机了 于小多蒙给古尔识眼色 快走啊 你愣着干什么 我要给我妈当儿席吗 疯了吧 古尔赶紧开车离开 唐灵看着落荒而逃的 两个年轻人低笑 都这么大的人了 还不好意思见家长呢 臭小子有点手段 这么漂亮的女孩 都搞到手了 但话又说回来了 到底在哪里见过呢 走了几步 唐灵顿时一跺脚 想起来了 古市在这边的总经理 昨天晚上在电视上见过的 当时还调侃过儿子 没想到 他居然和那位女总裁 暗度陈仓 挺有本事的嘛 难怪敢口出狂言 今天晚上 回来好好问问 不对啊 他今天晚上还得去乡亲 这臭小子 难道想脚踏两船 车里 于小多松了口气 晚上回去 我爸妈肯定会言行考打 你注意点 嗯 对了 今天晚上我有个乡亲 务必帮我拿下 于小多突然想起来了 虽然变成女人 但总会变回去的 古尔眉头一紧 相信我都要去 那肯定啊 我关系到 我未来的人生大事 古尔咬牙硬下 行 看古尔这语气 于小多提醒说道 你可别乱来 现在咱们是互助关系 我尽力帮你 你也要不留余地帮我 放心好了 我不会坏你桃花的 古尔撇了撇嘴 都变成一个女人了 还在想着这一口 真是服了 说说 我等一下要干什么吧 古尔握着方向盘 沉声说道 等一下你要去见一个人 这个人在龙海市两道通吃 很少出现在公众场合 我得去拜码头 最好能合作 真的假的 搞得像港剧一样 真有拜码头这么一说 于小多低声惊呼 古尔无奈说道 想要混得开 有些事情必须要做 对方男的女的 我也不知道 应该是男的吧 大家都称呼其为 白爷 于小多心中一沉 能自称白爷的 都是不善男性女之人 脑海里不自觉浮现出一张 争獰恐怖的横肉脸 第六章 女人的视角 那等一下 还是跟在我身边吧 于小多建议到 让自己去建大佬 万一出点乱子 还得了啊 这细胳膊细腿的 打架都打不过 万一被抓了 那岂不是变成 密室亚洲捆绑了 古尔直接拒绝 不行 白爷察言观色 细微的动作 都会被他发现 你刚刚打发负养血 还要看我 被他发现 还以为我只是一个 黄毛丫头 哪主意都要问别人 肯定不会帮我 于小多默默点了点头 这话说得没错 但还是要纠正一个问题 你不是黄毛丫头 是眉毛丫头 我会告诉你回答 于小多恩了一声 古总 问你最后一个问题 问 如果咱们没交换意识 你打算今天如何处理我 古尔也不掩饰 淡然回答 将你发配到 最边远的分公司去 我去 我就知道会这样 半想后 古尔冷声道 我也问你一个问题 什么 香蕉蝶罗汉 是什么意思 于小多 不管是什么女人 记仇是天性 还没到公司 古尔便将车停靠在路边 淡淡说道 下车 还有两条街 才到公司 居然叫自己走过去 心眼也太小了吧 这惩罚的 可是你自己的身体 古尔解释道 公司人多眼杂 你从我车下去不方便 古总 这是我的车 于小多强调一下 别以为占据我的身体 什么都变你的了 古尔美眸一横 继续说道 我的手机还是你拿着 万一我家人来电话 还是得你来接 于小多感觉 古尔说的也是 那我的手机你拿着 不过微信给换过来 古尔恩了一声 两人拿着手机 退出当前微信 登陆好自己 再加上对方的微信 下车后 你给李渭打电话 他是保镖队长 让他过来接你 地址我会在微信上发给你 去买一副蓝牙耳机 报销吗 古尔凝视着于小多 从牙缝里挤出一个字 你拿我手机刷 还要报销 于小多尴尬一笑 一下没适应过来 那我先下车了 哼 等等 古总麻烦 你别这样哼 作为一个男人 不能用这个音调 狠娘 古尔都要疯了 咬着银牙说道 我知道了 轻轻关上车门 于小多弯下腰 按在车窗边沿 这个不轻易的动作 让人行道上的男人们 看傻了眼 那极为优美的线条 修长的眉腿 包裹紧视的翘臀 无疑在刺激雄性犯罪 慢点看 别把我大宝贝刮了 古尔直接将油门踩到底 后面两个轮胎 顿时原地打圈 冒着一丝青烟飙了出去 于小多一脸心疼 大宝贝自己都没这么开过 你居然如此对我的大宝贝 我就狠狠对待你的大宝贝 我于小多有仇必报 拿出手机 就给李薇打去电话 让他过来接 突然 于小多发现 许多鬼鬼祟祟的目光 只见周围的男人 都盯着自己看 哪怕是马路对面的男人 也是一样偷偷摸摸看着 还有两个男人 看着看着就撞在一起 当接触到自己的目光时 仿佛做贼似的 假装走过去 这要是搁在自己身上 一个角色美人站在路边 也会看两眼过过瘾 心里面 还窃喜对方没发现自己 结果以一个女人视角来看 谁在偷看都了如指掌 不当一回 女人都不知道 但话又说回来了 这高跟鞋是真的不舒服 而且就站这么一下 就感觉有点热了 裤子都套了三层 这打底裤 简直就是再舞废子 所以于小多总结了一个道理 自己看过瘾 但是自己穿是真的巨坑 尤其在夏天 这时 一个穿着西装的地中海老哥走来 美女你好 我是星探 我发现你的气质非常好 附和我们公司的要求 想不想接触一下 于小多鞋眼抽了一眼 地中海老哥的眼神很熟悉 就跟自己看到美女一样 所以他心里在想什么 老子心里有数 没兴趣 于小多下意识想插裤兜 但发现裙子根本没有兜 手都不知道放哪里 只能抱在胸前 顿时就鼓起来了 那扭扣仿佛要被撑破 只见对面街道上 一位文质彬彬戴眼镜的男人 一头撞在电线杆上 地中海老哥赶紧说道 我保证 所有的资源将全部用在你的身上 短时间打造成家喻户晓的顶级明星 像您这样美丽的女士 就不应该站在这里晒太阳 这时 车队从远处驶来 中间的麦巴赫 稳稳停在于小多身边 李威立马从副驾下车 恭敬喊道 大小姐 不好意思 有点堵 说完便打开后排车门 于小多瞥了一眼地中海老哥 你说对了 我确实不应该站在这里晒太阳 说完便坐进后排里 随着车内冷气浮面 于小多舒坦了 李威关上车门 狠狠看了地中海老哥一眼 后者忍不住后退一步 果然 这种角色女人 不会是普通人 虽然只是短短几分钟的时间 但周围男人表示 意犹未尽 另外一边 古尔来到人事部楼层 电梯里思索一番 以一个员工身份 更容易揪出公司里的毒瘤 拿出手机 正要问工作位在哪里 一旁便冲出一个胖子 那肥大的手 就朝着自己摸了过来 古尔目光一句 下意识一个擒拿 死死按住赵梁 嘀喝一声 你干什么 哥哥 你干什么呀 手要断了 古尔一愣 该死的 又把自己当女人了 直接松开这个胖子 赵梁一脸委屈 揉着肩膀 仿佛受气的小媳妇似的 看着古尔 古尔也想起来了 这不就是昨天 和于小多在一起的胖子吗 于哥 我就知道你在生气 赵梁委屈巴巴说道 没有 说着 古尔朝着里面走去 赵梁赶紧跟在旁边解释道 于哥 我把三地区带字幕的都给你 你就饶了我吧 昨天的情况多危险啊 你都要把古总的腿 玩出一千零八十种花样 我不敢啊 第七章 白眼 什么 古尔顿时停住脚步 回头看着赵梁 昨天只听到香蕉叠罗汉 前面的并没听见 这个于小多 还一副正人君子的模样 就知道 他不是什么好货 说不定今天早上 做了一些见不得人的事情 太可恶了 把我逼急了 我也不会手软的 让你磨脱了皮 于哥 那古总可不好招惹 别看他长得跟仙女似的 但其实作风很辣 在总部 都是人见人怕的鬼见仇 得罪他不掉层皮都不行 心眼这么小 说着赵梁还比划了一下 完全没发现 古尔脸色都变了 我还听说 那位古总喜怒无常 很有可能是因为 更年期提前来了 古尔一把按住赵梁的肩膀说道 你现在应该为自己 好好担心一下 啊 什么意思 于哥 你走哪去 赵梁疑惑一声 是不是太担心了 人都不对劲了 古尔转身又走了回来 坐在赵梁身边的空位上 于哥 别担心 大不了 咱们一起辞职不干了 哼 你们倒是好兄弟 啊 古尔要裂开了 总是无法 带入到男人角度 只能硬着头皮笑道 我是说 我们是好兄弟 看着 于哥 笑了 赵梁抖了抖骚气横秋的眉毛 终于哄好了 这时 一位青瘦主管 陈卓莲走了过来 赵梁先走开了 于小多 迟到了知道吗 主管冷声低贺 不好意思 今天太堵了 主管陈卓莲低声道 年轻人多把精力放在工作上 找个借口也这么俗 哦 古尔淡淡硬道 主管也是黑着脸 就这态度 古尔觉得 来到人事部也好 就从人事部入手 原本就想调出 这些年的人事变动 如今直接看就行 免得他们动手脚 但于小多真的能搞定白爷吗 是祸躲不过 只能看天意了 叮咚一声 手机响了一下 古总 我快到了 怎么搞 此时的于小多 已经来到龙海市郊区 这是一家私人会所 名为 豪亭 以前跟老爸来过一次 里面能玩的 只有你想不到的 没有做不到的 只是可惜那天晚上回去 老妈就杀气腾腾 坐在沙发上 那也一夜 老爸很惨 带着蓝牙耳机通话 行 戴上耳机 于小多深深吸了口气 好好的办公室 不做 干嘛要出来搞刺激啊 原本以为就是女装大佬 现在感觉都在当特务似的 不要紧张 有我照着你怕什么 于小多一愣 想想这话也没毛病 古尔可是总经理 以后在公司 自己岂不是倒着走都行 但我于小多需要一个女人 来照码 我只想当一名普通的员工罢了 用勤恳的双手 打造自己的未来 小小恩惠 岂能让我于小多动心 古总大气 当看见那精美圆形喷泉 于小多深深吸了口气 整个人渐渐平息下来 不就是 演个高冷妹子吗 easy 记住 在白夜面前 不要胡言乱语 保持平常心 古尔再次提醒道 我知道了 你都说了几百遍了 古尔头疼不已 今天成与不成 关系到之后的发展 居然要交给 一个陌生的男人 从来没赌这么大过忽然 于小多看见 十多个西装男 站在罗马柱旁 而且全都戴着黑色圆帽 如果给他们配一把斧头 形象更绝 随着车队停下 李威一路小跑过来开门 随即低声说道 大小见 他们这是给下马威 于小多有点疑惑 古尔可是古家大财团的人 这位白爷 那是一点面子都不给 难道这白爷的势力 和古总家里差不多 看到白爷没有 古尔心里渐渐焦虑起来 于小多心里犯嘀咕 人都没出来 站着一群打手 我觉得 你要给我加工资 这也太危险了 一听白爷都没出来 古尔紧紧皱着眉头 不应该啊 以自己的身份 他再怎么样 也会出来迎迎 四个保镖站在四周 护着于小多 朝着前方走去 在上台阶的时候被叫住 等等 于小多和古尔心中一惊 古小姐 还请你一人进去 白爷不惜其他人 其中一个刀疤男沉生说道 李威低沉道 大小见 不安全 古尔不得不考虑安全问题 还没开口 就听见于小多说道 你们在外面等我 古尔 有胆识 里面请 刀疤男微微轻身恭敬道 于小多踩着几厘米的高跟鞋 面无表情 朝着大厅内走去 心里在大呼加工资 古总 进来了 其实我刚刚想让你走的 于小多 你怎么不早说 你答应得那么快干什么 不是你说 今天有多么重要吗 非得拜这码头吗 于小多也是服了 这下真完了 这娘们害人啊 这时 刀疤男捧着一个金色盘子走来 脸上一笑 那刀疤宛如蜈蚣一样争鸣起来 古小姐 要是你刚刚选择离开 白爷就会劝你 从哪来回哪去 所以恭喜你 能见白爷一面 古尔听后一愣 还能这样 于小多松了口气 还好自己有幸运之神庇护 还请古小姐 将包包放在盘里 我们会妥善保管 于小多将爱马仕放进金盘中 淡淡说道 可以了吧 还有手机和耳机 古尔心中一沉 坏了 而于小多顿了一下 将手机耳机放在金盘上 古尔听到断线的声音 脸色凝重 接下来 真的只能靠于小多自己了 此时的于小多 也管不了那么多了 只能尽量帮他了 希望他今天晚上 也尽量帮自己 在刀疤男的带领下 来到会所侧面的花园之中 整个花园占地很广 有专业的护灵员维护 空气中花香四溢 偶尔能看见几只蝴蝶穿梭 在中央有一个白色的亭子 里面好像是一个女人 不是说来见白爷吗 随着走进亭子 于小多看清楚女子容貌 红唇娇容 眼如媚丝 三千黑丝盘于脑后 一袭黑色旗袍 勾勒出迷人的曲线 尤其是旗袍开叉处 雪白的玉腿 若隐若现第八章 原来白爷是玉姐 这就是一位熟透 能捏出水的蜜桃啊 古尔在他面前 确实还稚嫩了一些 完全不一样的魅力 妥妥的玉姐心 只见他玉璧端起 翠绿色的茶杯 红唇轻吹 小小抿上一口 茶杯上还一抹红唇印 看得于小多都燥热 太致命了 老妈 你在哪个妙算的命 太准了 白爷 人到了 刀疤男恭敬道 于小多听后 显然被惊到了 白爷居然是个女人 古尔还说是个男人 不过有时候 女人比男人更凶残 这位白爷果然好凶 白鸡轻轻放下茶杯 示意刀疤男可以离开 双眸看向机米开外的于小多 淡淡说道 早就听说古市集团大小姐 天生丽质 今日一见果然美艳动人 商业互吹 这还真到点上了 白爷说笑了 任何女子在您面前 都显得黯然失色 白鸡听后一愣 完全没想到 古尔会说出这种话来 平静的容颜 一抹淡淡笑意 于小多还以为很难呢 这不就轻而一举拿下了吗 很难吗 古尔还一副很害怕的样子 如果是古尔 肯定不会用黯然失色这四个字 至少地位会放在平等 但于小多想说 你是来求人家的 那就得客客气气 过来坐吧 谢白爷 坐在白鸡对面 于小多难免多看两眼 白爷可真白 但整个人散发的气场 十分凌厉 比古尔高了几个档次 今天早上运过来的 新鲜龙井 尝尝 白鸡亲自倒茶 放眼整个海市 也没几个让他这么做 于小多平日并不喝茶 但自己老爸经常喝 那动作早就看熟了 白鸡注意着于小多 一举一动 淡然道 看来古小姐也是爱喝茶 休闲时偶尔喝喝 但上好的茶叶 也需要泡制 如若给我泡 恐怕不及白爷十之二三 白鸡发出玉尔的轻笑声 听闻古小姐冷落冰霜 今日看来都谣传 这小嘴甜的跟抹了蜜似的 让白爷笑话了 都是一些伪装罢了 在白爷面前不敢装弄 古尔要是听见这些话 脸色估计会格外精彩 毕竟这些话 他可说不出口 但是放在我鱼哥身上 能把你给吹上天 飘飘欲鲜的那种 古小姐 我有意疑问 白爷请说 你在荆州好好的 为什么要跑到龙海市 于小多面不改色 但也能听出这位白爷的意思 他是怕古家手伸太长 说来说去 就是利益问题 只见于小多再次端起茶杯 一口喝下 目光中一闪不甘 这演技真是说来就来 那得要多谢老妈 平日美少和老爸配合演戏 古小姐这是有什么 不开心的事情吗 也不怕白爷笑话 一个女人想做出一番成绩 那要比男人难一百倍 我并不甘愿做联姻的工具 只有做出一番成绩 让长辈们重视 才能正开枷锁 获得自由 说完于小多自己都震惊了 自己真是开口就来 怎么样白爷 你也是一个女人 是不是能共鸣 对我产生一种怜悯 是不是想用那巨大的胸怀抱抱我 白鸡低声说道 这并不是什么可笑的事情 你有这种想法 同为女人我能理解 但想在龙海市 顺风顺水并不容易 这里鱼龙混杂 想促成一笔生意并不容易 出来乍到 还请白爷带带我 这带带我 三个字再次把白鸡逗笑 今天笑的次数也真是太多 搞得都不为言了 不过眼前这位骨家大小姐 确实让人挺意外的 尤其这说话方式 吃饭再谈 现在陪我去泡泡温泉 女人也是需要保养 什么 泡温泉 于小多表示 我从不占人便宜 但你硬是让我占 那我也只能顺从了 走在青石小路上 于小多发现 今天这个会所怎么没人啊 之前来的时候 老多人了 是不是好奇 为什么没人 我靠 他会读心术吗 这都能猜到 嗯 听说这家会所 在龙海市很有名 今日也是第一次过来 我的 于小多 白爷还是你白爷 两个字就能让我震惊许久 豪亭会所很大 温泉区还得坐车过去 沿途风景秀丽 高尔夫球场 也是最高规格修建 当两人走进更衣室 于小多脸色有点怪异 怎么 不好意思吗 白姬一抹笑意问道 这骨家大小姐 居然还害羞起来了 于小多不语 我可是个男人 怎么好意思 放心好了 今天除了我们两个 就没有其他人 服务的也都是女孩 我不是这个意思 如果让她知道 我是个男的 肯定会万剑穿心而死 嗯 于小多硬着头皮低语 过来帮我拉一下拉链 白姬突然转身 背对着于小多说道 于小多差点没把脚给崴了 白爷这背影 简直能大杀四方 在旗袍衬托下的水蛇妖 格外诱人 白姬的预警 似乎还散发着一股香味 缓缓走到白姬身后 于小多握住头端拉链 轻轻往下移 更衣室想着清脆的声响 白姬的肌肤 然后两人走出更衣室 于小多那张脸 就像夕阳似的通红一片 刚刚的画面得收费才能看 一旁的白姬笑盈盈看着 刚刚调笑了一下鼓腕 没想到她腼腆的不行 看看这脸 天啊 怎么能红成这样 于小多表示 白爷你真不把自己当外人看 我只会商业互吹 别的互吹不会啊 两人一起泡入最近的茉莉花池子里 刚刚入水有点烫 但接下来格外舒服 谷小姐的身材真是让我羡慕 白姬靠在一旁淡淡笑道 完全比不上白爷 于小多实话实说 自己还是嫩的一些 不如你猜猜我多大了 于小多暗道不妙 猜年龄这可是致命的问题 答不好的话 之前的努力全白费 当然自己还是赚了 这个时候 千万不要顾及身份 而且要一脸严肃地说 当然也不能太夸张 不然会显得太刻意 白爷 那我就直说了 说吧 从白爷的肤质看来 应该比我还略小吧 果不其然 这个回答让白姬很适适 我今年都33岁了 已经老了 第九章 于哥 脸皮又厚了 于小多顿时震惊无比 这不是装的 是真没想到 她完全不像一个33的女人 看着于小多那目瞪口呆的样子 白姬心情大好 毕竟已经很久没人和自己说过这些话 就连男人的甜言蜜语都听不见 因为他们都不敢说 古小姐应该有男朋友了吧 还没呢 想想也是 古小姐如此优秀 也找不出几个能配得上的 于小多轻笑道 白爷的另外一半 应该十分优秀吧 我呀 对男人没兴趣 白姬淡淡说道 我去 白爷居然没老公 难怪皮肤这么好 但如此 艺术品 真要有男人 那得羡慕多少人哦 走得越高越孤独 古小姐 你以后会明白的 看着白爷那一抹的落寞 于小多心里也感慨 到了他们这种层次确实难找 往低了看不上 往高了 好像也没几个高了 白姬伸手捏了捏预颈 额眉微微皱起 白爷颈椎不舒服吗 嗯 最近事情比较多 借着今天见你休息一天 泡泡温泉解解乏 如果不嫌弃 我来帮你按按吧 白姬略为意外 哦 你会按摩 我马颈椎有时候不舒服 都是我在按 专门学了几套手法 于小多可没有占便宜的心思 而且在家里 确实会给父母按摩肩膀 那来吧 白姬笑意又浓了几分 于小多来到白姬后方 这种近距离接触 让于小多心跳都快了许多 白爷您身上可真香 迷远香 这话也只有于小多敢说出口 放别人身上哪敢如此 然而白姬并没有生气 轻笑道 谷小姐嘴真甜 迷远小嘴 你要是个男人 不知道要哄骗多少女孩 于小多 随着于小多双手按压下去 白姬忍不住胶盈一声 差点把于小多的魂给叫没了 这是不付费能听的 渐渐的 白姬的容颜舒坦起来 甚至最后靠在于小多身上 那懒散的神态让人沉醉 很久没这么轻松过了 白姬闭着眉眸淡淡说道 于小多轻柔着香肩 细嫩的肤感 刺激着于小多每一根神经 低声说道 白姨 今天就不要想弃他 好好享受这一天 也罢 今天就听你一会 于小多裂开 我就是客气一下 你还当真了 我顶不住呀 此时的谷尔还不知道 于小多正在风花雪月 一脸的焦急不安 这都快到中午了 还没来电话 于哥 到点吃饭了 赵良突然站在一旁说话 把谷尔吓了一跳 都这么胖了 还想着吃饭 咕噜一声 谷尔肚子叫起来了 今天早餐急急忙忙没吃 现在确实饿了 走吧 嘿嘿 先去抽根烟 从我爸那搞来的特供 赵良偷偷摸摸显了一下烟盒 感觉就像是在搞交易似的 谷尔笑道 嗓子今天有点不舒服 改天抽 给我留着 听到于小多 这正常的话 赵良咧嘴道 放心好了 好东西肯定给你留着 走到卫生间门口 谷尔低声说道 我去上个厕所 正好我也想了 赵良黑黑一笑 一起朝着洗手间走去 然而赵良朝着左边走 谷尔朝着右边走进去 这可把赵良吓了一跳 顿时退了出来 以为自己走错了 仔细一看没错呀 啊 一阵尖叫声从女侧响起 赵良看见若无其事的 于小多走了出来 随即走进了南侧 于哥呀 牛逼呀 冲进女侧 还能面不改色出来 你这功力又增强了 赵良顿时竖起大拇指 这一招真是学会了 下次自己也去试试 古尔郁闷地要死 随便找个借口 昨天晚上没睡好 今天有点糊涂 改天我也糊涂一下 赵良抖了抖眉吗 骚气横秋 赵良看见自己 于哥走进丹尖还锁上门 一脸的疑惑 原来是上大号啊 然而没一下 古尔就出来了 这让赵良想不通 以前一起上厕所 于哥总是要炫耀一番 说自己有巨物恐惧症 都不敢低头 今天居然低调起来了 甚至感觉于哥还有点扭捏 走起路来那腰不自觉地在扭着 就像一个女人似的 公司的食堂 占据一个楼层 装潢豪华别致 国内各地的菜色都有 重点还是全部免费 赵良发誓 自己刚来公司才一百七十斤 一年后就二百斤了 于哥 你今天就吃这么点 赵良看着古尔的餐盘好奇问道 这简直就是平日里的三分之一 而且都是素材 古尔淡淡说道 今天没什么胃口 赵良想想也是 不过还是安慰道 于哥 这都一个上午了 还没动静 估计古总都忘记了 但愿吧 这时 裤兜里的手机响起来了 看到来电显示 古尔心中一喜 顿时走到角落 担心问道 你没事吧 古总 我差点就死了呀 此时的于小多 躺在柔软的单人沙发上 一双玉腿架在上面欣赏 旁边摆着一盘盘精美的草莓 葡萄 哈密瓜等 这哪是要死啊 简直就是顶级享受 但于小多也没说谎 确实要死了 没死了 怎么回事 打你了 古尔明显相信了于小多的话 那位白爷可是做得出来啊 吃着鸡蛋大的草莓 于小多一脸愉悦 但语气深沉 没有 但绝对是精神上的折磨 我也是宁死不屈 战斗到最后一秒也不放弃 白爷老恐怖了 没有几分胆色 根本无法交流 一想起白爷那诱人的身躯 于小多现在还有点发晕 差点就缴械投降了 白爷现在什么意思 古尔担心问道 白爷心思难以琢磨 但是在我无懈的努力下 还是朝着好的方向发展 下午我还要陪白爷打高尔夫 古尔松了口气 辛苦你了 古总你别这么说 真要是想谢 就给我涨点工资 多发点年终奖 行 只要你通过白爷那关 给你奖金 古总大气 晚上相亲别忘记了 穿帅一点 把头发剪一下 顺便把车洗一下再去 第十章 古尔去相亲 古尔豁了一声 还挺讲究的吗 那肯定了 不说了 白爷来了 说完于小多就挂了电话 古尔长舒一口气 这家伙算是靠谱 不对 哪里靠谱了 今天早上肯定对自己有不轨举动 这简直就是一条大野狼 不过能争取到白爷的信任 算是将功不过吧 自败端正 耳边响起高跟鞋 踏着瓷砖的声音 很快 白鸡便出现在门口 此时的他 换了一身青色旗袍 一朵靓丽的荷花纹 在那高级布料之上 什么叫绝色风华 倾国倾城来形容并不为过 相信古总到了 白爷这个年纪 经过沉淀 也能达到这种境界 经过上午的交谈白鸡对 古尔产生了一点好感 但心里也略有疑惑 古家大小姐的嘴这么甜的吗 走吧 于小多恩了一声 尽量保持女孩的体态 艳福不是那么好想的 白爷虽然迷人 但也是带刺的玫瑰 现在只想快点走人 在女服务员的带领下 两人走进一间精致的包间 于小多也是饿得不行 现在只想猛干三碗大饭 然而当看见桌子上 摆着两菜一趟 于小多人傻了 而且 那两道菜也没什么肉啊 这是在吃草啊 我不喜欢西餐 只喜欢家常菜 白鸡低声说道 于小多只能忍着痛笑道 早知道白爷喜欢家常菜 刚刚我就现瞅一下 哦 谷小姐还会做饭菜 白鸡觉得 出生在谷家那样的家庭 又是大小姐 怎么会下厨房做菜呢 偶尔做做 会挤到拿手的 于小多谦虚说道 这不是吹牛的 做菜手艺杠杠白鸡 那绝美容颜 一展而笑 下次有机会尝尝 不好吃 白爷可不能骂人 白鸡听后顿时娇笑起来 看起来今天确实很开心 今天的笑容 相当一年的亮 把白爷逗开心了 但我于小多都为谁来管 这是真的少有少言 妥妥的简直餐 白鸡轻柔说道 于小多忍着心口疼道 够了 我食量小 人是铁饭是钢 女孩子不能为了保身材而少吃 说着 白鸡就拿起筷子 给于小多加菜 显得很温柔 于小多连连感叹 白爷你也知道人是铁饭是钢啊 这豌豆里 起码放几片肉吧 下午估计得被饿晕 但于小多也很好奇 白爷吃得这么少 却又如此丰满 看来这肉肉 都长在该长的地方了 说说你的打算 白鸡将白米饭 送进那诱人红唇中慢慢咀嚼 打算 我打算明天换个黑四川 这算不算打算 刚刚来分公司 我打算肃清一些人 于小多低声说道 古尔虽然没说 但感觉他就是这个意思 白鸡点了点头 你家这家分公司 我也略知一二 基本上被你两个堂哥控制 之前是他们暗中较劲 如今恐怕会联手对付你 你想做出成绩 恐怕很难 我会想办法 把他们踢出去 这是古尔还没说 如果不是白爷直接说了 自己知道个屁啊 那我就等你的好消息 听白爷这意思 是想让古尔 把自己公司搞定 展现一下自己的能力 才能谈合作 如果古尔和白爷展开合作 古尔在他们家的地位 也会一路飙升 难怪他 如此重视这次见面 饭后稍作休息 两人女人便换了衣衫 一起打高尔夫 于小多就跟着老爸 打过两次高尔夫 基本动作 还是能照葫芦画嫖 但乃逃得过白爷的火眼金金 古小姐平日很少打骂 白爷手里握着球杆温和问道 于小多心中一惊 瞎掰道 一直都忙着公司的一些琐事 都没怎么打高尔夫 技术都还给教练了 只见白鸡放下球杆 走到于小多身后贴紧 白皙的先手握住自己的手 靠 我被白爷后入了 注视前方 跨步要固定住 重心保持在左脚 腰部用力 于小多耳边 响起白鸡的声音 搞得耳朵一阵骚痒 还没反应过来 手中的球杆顿时挥出 将白色的球鸡飞出去 于小多略为惊讶 白爷的力气好大 只见白球在空中 划出一道美丽的弧线 落在草地上弹跳几次 直接掉进洞里 古小姐 打得不错 白鸡拍了拍于小多的乡肩 夸赞道 于小多也是汗颜 这完全是误打误撞 还好没被发现 毕竟以古尔的身份 高尔夫都不会打 有点说不过去 运气好 不过白爷的毛子深邃了一些 于小多没有发现眨眼间 古尔这边到了下班的点 一想到等下去相亲就头疼 本来就没相过亲 而且是和一个女人相亲 做梦都想不到的 于哥 走 去往八路挤把 赵梁走来高兴说道 都下班还没下通知 看来于哥是大难不死 必有后福啊 你去吧 等下去相亲 这要是哥在于小多身上 肯定会保密 古尔就直接说出来 什么 相亲 赵梁那大嗓子 顿时就惊呼一声 周围的同事都听见了 一下就八卦起来 古尔真想把赵梁那大嘴巴子 给缝起来 相亲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于哥 看看照片 没有 哎呀 看看妈 是不是美女 古尔都翻起了白眼 赶紧大步离开 嘿 于哥 还害羞了 赵梁仿佛发现新大陆似的 于哥那厚脸皮 还会有这表情 实属稀罕 古尔来到停车场 直接开车走人 赵梁大呼 于哥有了女人忘记兄弟 看着速度 油门都踩到发动机里面去了 很快 古尔找到一个洗车店 自己来到一家洗发店里 托尼老师笑眯眯问道 帅哥 想剪个什么发型 既然要剪头发 那肯定是剪自己喜欢的 古尔拿着册子翻了翻 需要染吗 不用 店里最近充值打折 要不要办一张 不用 托尼老师笑了笑 一看就是个穷逼 第十一张 我就经常穿丝袜 这时手机响起来了 古尔看着来电 显示深呼吸一口 妈 地址和电话发你微信上了 别迟到了 嗯 好 唐玲笑眯眯问道 还有 上午那个女孩子 到底是不是你女朋友 妈你别多想 那就是个朋友 怎么可能是女朋友 古尔赶紧否认一波 可别导出误会了 唐玲听后 少许失望一些 好吧 人家也看不上你 古尔笑了笑 于晓多的妈妈 还是挺实在的 挂了电话 古尔看着镜子里的自己 不得不说 于晓多长得还不错 年纪轻轻就开宝马 估计没少骗小妹妹 也不知道 她现在和白爷谈得怎么样了 剪了头发都快六点了 和乡亲对象约在七点钟 国际商场里的一家烤肉店 看她今天表现不错 就帮她把这乡亲妹搞定 免得说 我这当领导的办事不利 国际商场 是龙海市级的大商场之一 各种名牌里面均有销售 女人购物的天堂 男人钱包的地狱 一般选在这里乡亲 男的都要掉一层皮 要是于晓多知道了 白白您勒 但古尔觉得很正常 直接将车停在停车场里 坐在车里的古尔 直接一个电话打给妹子 随着电话接通 古尔笑道 你好 我是于晓多 请问是顾小姐吗 电话里响起好听的声音 你好 你到了吗 我还在堵着呢 古尔觉得这妹子声音 听起来还不错 难怪于晓多那么上心 不只是个腿控 还是声控 不着急 我也刚到 那我先去烤肉店里点着 好 我马上就到了 挂了电话 古尔走下车 将车钥匙塞进裤兜里 塞完之后又迟疑了一下 男生不是喜欢把车钥匙 挂在屁股后面显摆吗 自己几个年轻的堂弟 就差把车钥匙挂在脖子上了 虽然不是很贵的车 但还是能加分 古尔也挂在屁股后面 走起路来车钥匙和钥匙叮当响 仿佛在大叫往这里看 这个家伙开宝马的 来到烤肉店里 古尔点了一个双人套餐 不贵 也就198而已 没过多久 手机响起来了 我到店门口了 你在哪个座 我到门口来 古尔还是很绅士的 大步朝着门口走去 当看见门口的乡亲妹 古尔都觉得挺漂亮的 穿着白色连衣裙 蝴蝶发卡 大眼睛高鼻梁 但怎么感觉 这鼻子好像动过 双眼皮似乎也是割过的 不过整体还算不错吧 顾小芳也在打量着古尔 没想到本人比照片还帅 而且个子也很高 挺不错的 不好意思 让你就等了 顾小芳甜甜笑道 古尔觉得女孩不错 算是帮于小多考察一番 没事没事 是我早到了 进来吧 嗯 当古尔转身走的时候 屁股上的车药是 哐当哐当响 周围客人都不禁看了过去 其中一个还不屑一声 开个破宝马 扬气个屁呀 顾小芳也是一脸尴尬跟在后面 这个于小多长得飙飙致致 但现在怎么感觉有点土 不过也没有直接否定 毕竟长得帅又高 这点小毛病能接受 到时候改掉就行了 坐 于小多将椅子拉开 顾小芳甜甜说了一声谢谢 看来是把刚刚捡的分加上了 也不知道你喜欢吃什么 所以随便点了一些 不够再加 看着一盘盘肉 顾小芳觉得这男孩也不算小气 够了够了 简单交流之后 石盘上滋滋冒响 肉香味顿时就飘了出来 古尔心里在琢磨着找话题 不能这么尬下去了 古小姐你玩游戏吗 这个话题应该错不了 于小多要是知道 肯定得教育一番 你别太把自己当男人了 你是个女的 你喜欢和相亲对象聊游戏啊 古总你是来捣乱的吧 顾小芳低语道 平日工作忙 很少玩游戏 你经常玩吗 我玩游戏老猛了 有机会我带你啊 哈哈 好啊 顾小芳顺着说下去 但气氛一下又安静了 这可把古尔给难到了 和女孩相亲 怎么这么难 顾小芳捋了捋病角 好奇问道 听阿姨说 你在古市集团上班 古尔松了口气 这妹子终于是说话了 对 古市待遇不错 前景好 最近来了一个 知识渊博的新总经理 肯定能再创辉煌 说着 古尔还给自己吹嘘一下 顾小芳常呜了一声 然后低着头吃烤肉 看来她就是一个 没上进心的人 不过长相倒是可以弥补 等下吃完饭去逛逛 看她给不给自己买单 古尔都糊涂了 这妹子到底在想什么呀 就我这条件你还不满意 一顿饭下来 让古尔挺无语的 都感觉这198亏死了 我想去买些东西 你能陪我吗 走到店门口 顾小芳突然主动说道 古尔目光一亮 有戏 当然 当路过奶茶店的时候 古尔还大大方方 请妹子喝奶茶 看这架势应该拿下了 追妹子挺容易的嘛 手easy 两人捧着奶茶 一家家店铺走过去 突然顾小芳走进一家 专门卖袜子的店面 古尔也就跟着一起进去 顾小芳选着丝袜看了看 似乎想买一条 古尔吸着奶茶 套在一旁建一道 丝袜还是要选品牌 巴黎世家的不错 透气好 柔软程度不错 显腿型 我就经常穿 话刚落音 周围的女人们 都目瞪口呆看着古尔 尤其是顾小芳都梦了 你一个大男人 居然穿黑丝 古尔愣了一下 我刚刚没说错什么啊 变态 顾小芳羞愤一声 低着头跑了出去 周围的女人们 指指点点 这帅哥看起来飙飙致滞 没想到居然穿黑丝 嘖嘖嘖 这种癖好恶心啊 赶紧走 别被传染了 古尔裂开 赶紧追了出去解释 哪里还有顾小芳的歉影 拿出电话打过去 居然被拉黑了 完了 完了 这要是被于小多知道 还不跳起来 第十二章 终于回来了 此时的于小多 刚和白爷道别坐进车里 总的来说 今天结果不错 把白爷哄得开开心心 只要古尔将公司 十全搞到手 基本上就妥妥的了 但说真的 饿得慌 也不知道古尔相亲的怎么样了 掏出手机 就给古尔打去 喝着闷奶茶的古尔 看到于小多来电 一下心虚了 喂 相亲的怎么样了 于小多直接问道 古尔支支吾吾说道 先说 你那边怎么样了 这样 你在哪里 咱们边吃边聊 我在国际商场 那你等着 半个小时后到 古尔顿时头疼 听于小多的语气 似乎是半妥了 但他的相亲 被自己搞砸了 半个小时后 于小多来到约定地点 饿死了 吃火锅去 边吃边聊 你可不知道 我今天多么凶险 差点就回不来了 真的假的呀 你被白爷威胁了 古尔跟着旁边好奇问道 一言难尽 来到一家重庆火锅店里 于小多那时放开了吃 古尔紧紧皱着眉头 差不多了 你还吃啊 会胖的 没事 反正又不是我胖 古尔眉头 出现几条黑线 于小多 这是我的身体 麻烦你别乱吃好不好 看着古尔生气了 于小多耸了耸肩 无奈放下筷子 我都为你出生入死了 吃点东西要叨叨 白爷说了 只要你把公司实权握住 就能合作 真的 古尔一喜 如果能和白爷合作 家中长辈都会对自己刮目相看的 更别提什么联姻 我骗你干什么 我今天可是生不如死 刀尖上跳舞 你呢 乡亲妹呢 这才八点多钟 没看的电影 古尔抿了抿嘴 呃 其实我觉得那女孩一般 整容严重 尤其是鼻子 你要是和她生孩子 肯定会生到她鼻子 真的假的呀 整容妹 我看她照片也不像啊 于小多皱着眉头低语道 屁图不是很正常吗 而且我是女人 怎么可能发现不了 算是给你避坑了 古尔都觉得自己说谎都不脸红了 如果告诉她实情 还不瞬间翻脸 然后直接摆烂 于小多撇了撇嘴 想着古尔也不会骗自己 刚刚我发现 你把车钥匙挂在屁股后面干什么 你们男生不都喜欢挂屁股后面吗 于小多感觉一把刀插自己胸口 我就想问你 你看到这样的人怎么想 土啊 你还知道土啊 你是不是害我呀 心眼怎么那么小 哪有害你 我几个表弟也是一样 那些妹子一看到车钥匙 就双眼冒光 古尔这儿扒金说道 于小多顿时一把捂住额头 古总 我现在只有一个要求 别害我就行了 我哪有害你 我是想帮你 我谢谢你哦 这个古尔肯定是故意的 等一下 回去我就收你利息 半想后 于小多淡淡说道 明天怎么办 还继续装 还能怎么办 你继续做我该做的事情 我在人事部也方便调查 现在也只能这样了 记得加工资和奖金啊 古尔趁着下巴说道 你现在是补总 你想给谁加都行 也是 今天太累了 我先撤了 你回去之后 记得做俯卧撑和养我起座 别偷懒 哼 你也知道要保持身材 刚刚还吃那么多 破坏我的身材 于小多长叹一声 行了 古尔瞥了于小多眼 突然发现自己的眉甲不见了 你把我眉甲搞哪去了 古总 厕纸很薄啊 你那眉甲又尖又长 一下就给捅破了 古尔 看古尔一副要发飙的模样 于小多赶紧去结账开溜 累了 我先撤了 古尔郁闷不已 但也只能回于小多家里 回到家里 已经快十点钟了 对于陌生的环境 古尔还是略为紧张 开门走进屋里 只见客厅一片黑 看来于小多父母都睡觉了 那就好 回到于小多房间里 古尔直接躺在床上 看着天花板发呆 这种交换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先去洗个澡 不洗澡太难受了 洗手间里 古尔看着自己的胸肌腹肌鲨鱼线 忍不住用手摸了摸 帮硬帮硬的 原本还想着收利息 但实在太累了 躺在床上就直接睡着 次日清晨 于小多打着哈欠翻了个身 心里在想 胸前那沉甸甸的感觉怎么没有了 下意识摸了摸 咦 平了 猛地睁开眼睛一看 熟悉的天花板 熟悉的卧室 熟悉的 终于是回来了 这变成女孩子一天还行 算是体验了一把 但长久不是个事 现在终于能放心下来了 看着自己还穿着睡衣 于小多也是服了 有必要这么爱干净吗 不过还是得给谷尔打个电话过去 喂 电话里 响起谷尔懒洋洋的声音 于小多觉得这才像样 一个女孩子 成天拉着个脸干嘛咯 谷总 起来洗澡了 谷尔 五秒后 电话里顿时响起谷尔的尖叫声 昨天变成男人都没尖叫 如今变回来 反而尖叫了 更是兴奋不已 于小多 我便回来了 我也回来了 于小多嘿嘿笑道 可惜昨天晚上没收点利息 谷尔打量着自己的郊区 突然不悦道 于小多 你睡觉前怎么不洗澡 衣服都不换 头发都是一股火锅味 于小多 昨天早上洗个澡你就要发疯了 今天这话疯一变 谷总 你可真是持名双标 我敢洗澡吗 某人还不板着脸 谷尔冷哼一声 算了 反正你以后别想了 再见 挂了电话后的谷尔心情大好 哼着小曲走去洗澡 还是自己的身体好看 不像那家伙 哪哪都是硬邦邦 第十三章 谷尔你害我 听着电话里的盲音 于小多嘴角一抽 好你个谷尔 这是过河拆桥了是吧 跳下床 于小多来了几十个俯卧撑 便走进洗手间里 没一会 洗手间里响起于小多骂娘的声音 板着脸走到床头拿起电话 再次拨打谷尔手机 正在洗澡的谷尔 并没有听到于小多一阵暗骂 口口声声说不准乱动身体 结果他倒好 直接把自己给剃光了 连电话都不接 完备刺事吧 换上衣衫 于小多走出卧室 只见爸妈已经坐在餐桌上次早餐 不过两人的神态怪异 于小多也没多想 拿起一个大肉包就是一口 终于不要学女人那样 细嚼慢咽了 于太多用着怪异的目光看着儿子 这把于小多看满了 爸 你干什么 唐玲轻叹一声 多多 以前爸爸妈妈管你太严格了 导致你也没交的女朋友 我们有错啊 于小多直接猛逼了 这是什么情况 哎 儿子 身为一个大男人 这取向还是得正常啊 你们到底在说什么啊 于小多感觉到不妙 难道又是古玩 唐玲轻声说道 多多 你也别瞒着我们了 妈妈爸爸都知道了 你们到底知道什么了 于小多心里着急啊 我到底犯了什么错误 让你们用这种眼神看我 感觉我好像是一个精神病似的 于太多爱了一声 我说不出口 还是你来说吧 唐玲认真说道 那个相亲女孩的家长 给我们回电话了 人家女孩原本挺喜欢你的 但唯独 接受不了你穿黑色这种癖好 坐在凳子上的于小多僵硬了 仿佛碎成一块一块掉在地上 于太多低头连连叹息 仿佛在想 老于家怎么出了个这种货色 刚刚听到这消息 差点没兔一碗写出来 好你个古尔 你不只是过河拆桥 两面三刀 还无终生有陷害我 你让我以后怎么再相亲结婚 我是被人陷害的 你们信吗 于小多严肃说道 唐玲给儿子倒上一杯牛奶 不多 没关系 坏癖好 咱们改掉就行了 于小多 今天要是不讨个说法 直接把古尔 按在地上摩擦三百遍 方才解心头之恨 拿起手机再次打过去 谁知道古尔依然没接电话 好家伙有种啊 老子今天不赌了 你跟你信 来到地下车库 赵良今天那是大早 就在车子旁边等着 免得又被抛弃了 于哥 昨天晚上相亲怎么样 赵良贼嘻嘻笑道 我去 赵良都知道自己要去相亲 就他那大嘴巴子 还不到处宣传 来跟烟 嘿嘿 给于哥你留着呢 坐在车里 于小多狠狠抽上一口 自己正知阳光的形象全毁了 下次爸妈朋友聚会 自己会射死当场 于哥 看你样子心情不好啊 赵良能感觉到于小多不对劲 但和昨天比起来 今天要正常很多 于小多启动汽车 淡淡说道 碰到一个不讲道义的女人 不是吧 吓得我都不敢去相亲了 我于小多见女无数 没想到昨天栽了个跟头 气得我渗痛 什么情况啊 这是 有这么夸张吗 于小多也没说多 直接开车去公司 当来到停车场里下车 于小多又发现奇怪的事情 有些同事在对自己指指点点 看到没有 就是他昨天跑进女侧呢 长得还挺帅 没想到还能做出这种事 是啊是啊 原本我还暗恋他呢 现在直接无感 听着耳边的闲言闲语 于小多再次原地实话 我到底造了什么呢 于哥 看来你昨天进女侧的消息传开了 赵良一阵担心 于哥最近也太惨了 我为什么要进女侧 于小多一把按住赵良的肩膀 我乃知道 感觉你就进得挺自然的 自然 古尔 你不止 害得我在相亲界里玩犊子 还把我在公司的后路也给断了 现在公司妹妹们都嫌弃我了 我TMD上辈子欠你的呀 另外一边 古尔坐在车里准备来上班 手机突然响起来了 一看来电显示 居然是白爷打来的 于小多居然连白爷的号码都加上了 厉害啊 早上好 白爷 白爷机听着古尔的声音 感觉有点不一样 和昨天的音调不在一个频率上 早上好 古小姐 等一下到你公司来坐坐喝杯茶 古尔心中一喜 这于小多可以啊 白爷都主动上门 不对 白爷女的 白爷居然是个女的 而且听声音年纪似乎不大 我派人去接你 不用 我自己来就行 白鸡蛋蛋说道 古尔也没继续劝说 回公司等白爷过来就行了 挂了电话一看显示 都是于小多打来的 难道昨天相亲的事情被他知道了吗 这可怎么办呀 来到公司刚下车 古尔就看见于小多脸色铁青 站在电梯间里 那双眼睛仿佛要把自己给活吞了 果然和自己猜得不错 于小多抱走了 于小多看着下车的古尔 别以为今天穿连衣裙和黑丝高跟 就能放你一马 古总 今天挺精神的吗 听着于小多那阴阳怪气的声音 古尔也很不好意思 别在这里说 来我办公室 行 你也知道怕了呀 昨天陷害我的时候 是不是很爽啊 电梯直达顶楼总经理办公室 于小多也是第一次来总经理办公室 实在是太大了 采光也是极好 站在落地窗旁 能俯视半个龙海市 仿佛踩在脚下似的 难怪人人都想爬到这个位子 于小多一点都不客气 直接坐在沙发上说道 古尔 我于小多从不害人 变成你也不是我自愿的 你昨天口口声声说要互相帮助 我也信你 你去骗我 看来昨天晚上那个相亲妹告状了 那妹子心眼也太小了 多多 不是你想的那样 心虚的古尔露出一丝笑容 这也是算是破天荒了 谁叫于小多把白爷搞定了 而且 这件事确实是自己的错第十四章 白爷不开心 于小多一听就不愿意了 你叫谁多多呢 跟你很熟吗 你妈妈不是这么叫你的吗 于小多震惊了 你还想当我妈 古尔 你说你昨天为什么要跟相亲妹说那种话 你想让我以后怎么在相亲结婚 网严重地说 我下半辈子被你给灭了 古尔站起身来 亲自给于小多倒了一杯茶 那双修长的腿在于小多眼前走来走去 饶我于哥心弦 喝杯茶消消气 古尔轻声说道 态度放得很低 于小多也不是不讲道理的人 说 你为什么要被刺我 古尔坐在于小多对面 解释道 我真不是故意的 昨天那个相亲女孩在选丝袜 我就给了她一个建议 我也是嘴快了些 说我也经常穿那种丝袜 我还没解释 那女孩就骂我是变态跑了 于小多倒吸一口气 你说这话 不是变态是什么 我真不是故意这样说的 那你昨天晚上怎么不直说 还骗我 古尔咬着背齿低语道 你帮了我一个大忙 我却没帮上忙 就不好意思说出口 看着古尔认错态度不错 于小多气也消了一半 毕竟别人也不是故意的 但一点诚意都没有 还有 你怎么把我给剃眉了 跟你一样了 噗 古尔刚刚喝进嘴里的茶 直接喷了出来 一张美艳小脸 瞬间就红了 我以为还要在你身上待着 所以就 你不准我乱来 你自己却乱来 你怎么能这么双标啊 我就是看着不舒服 于小多狠狠盯着古尔 后者心虚看向窗外 绝美的容颜上 也是一抹烟红 行 那我再问你 昨天你在公司 跑去女侧干什么 于小多再次质问 我昨天太担心你出事 所以就走神了 下意识走进女侧 于小多一愣 是担心自己吗 真的假的 据说越漂亮的妹子 越喜欢说谎 现在公司人人都说 我是个变态 你让我怎么混得下去 反正你现在又变成古总 你能不在乎 给你两倍工资 年终奖翻倍 我去 居然用钱砸我于小多 我于小多 也是有底气的男人 绝不妥协 古尔 你觉得 这是钱的事情吗 三倍 我的声誉都被你搞没了 五倍 于小多一本正经说道 古总 身为一个男人 顶住舆论的压力 并不是不可能 但以后我就要打光棍 再多钱也没用啊 我可以给你介绍一个 古尔认真说道 于小多目光顿时一亮 真的假的 你别想诱骗我 我古尔从来不说假话 呵呵 古尔倾咳一声 昨天那是误会 我给你介绍的 肯定要比昨天相亲对象好 跟我差不多 大长腿身材好 家境也好 就看你的本事了 是吗 照片给我看看 SP 呃 照片还真没有 不过他来龙海市 我叫上你一起吃个饭 于小多心里也知道 古尔推荐的女生 自然不会差 刚刚也就是开开玩笑罢了 自己还是有自知之明的 问罪问到这里也差不多 古尔道歉态度不错 用金钱弥补了我受伤的心灵 瞬间晋升年薪百万行列中 我于小多拿得起放得下 名声都是浮云 这次就饶了你 我去上班了 你随意 说完于小多双手插进兜里离开 看着于小多离开 古尔一愣 到底你是总经理 还是我是总经理 不过昨天确实挺对不起他的 好在身体换回来了 以后不会出现乌龙事件 来到电梯口 于小多咧嘴一笑 虽然吃了点亏 但回报还算不错 明年攒点钱 把车换成保时捷 到时候带着小姐姐起飞 叮的一声 随着电梯门打开 于小多一愣 刀疤男 还有白眼 他怎么来了 今天白爷穿着一身红色旗袍 美艳娇冷 真是让人眼前一亮呀 让开 刀疤男走出电梯 冷声说道 这个嚣张的刀疤男 以后找到机会 看老子不干你 看着白爷冷漠从身边走过 很难想象 这是昨天那位温柔欲姐 再看眼珠子 挖了你的 刀疤男冷声提醒于小多 目光闪耀着胸光 似乎并没在开玩笑 于小多撇了撇嘴 走进电梯里 雕什么雕 狠起来在你脸上 再加一道疤 来到人事部 赵良顿时兴奋跑了过来 于哥 我刚刚看到一个顶级美女 那种风韵比咱们鼓掌还要有存 也不知道她家需要狗吗 我要去报名 老赵 你这体型适合当猪 被美人吃下去 何为一体 岂不快哉 我靠 于哥好理解啊 于小多受不了了 这家伙没救了 于小多 来我办公室一趟 主管站在一旁喝道 赵良小声提醒道 有女同事投诉你了 估计找你谈话 投就投呗 上次有个女同事跑进南侧 我都没说什么 那是 被于哥的雄伟震惊了 于小多 果然 在主管办公室里 受了一次深刻的教育 于小多若无其事走了出来 想当年读书那会 没少干坏事 现在只是洒洒水辣 总经理办公室里 古尔说着自己 对公司未来发展的意向 还有一些自己想的方案 但白鸡显得格外平静 似乎对古尔说的这些 并不感兴趣 其实白鸡今天过来 就是想找古尔聊聊天 好不容易碰见一个聊得来 谁知道古尔和昨天完全不同 一直说着公司的事情 古小姐 白鸡淡淡说道 白爷有什么意见吗 白鸡站起身来 默然说道 你对自己公司要做什么 我并不感兴趣 古尔促着峨眉 有点不明白白爷的意思 看着眼前的古尔 白鸡很难将他和昨天联系在一起 算了 我的意思依然不变 说完白爷就朝着门口走去 古尔虽然疑惑 但也跟上去相送 在走出门口的时候 白鸡回头淡淡说道 我还是比较喜欢 和昨天的你聊天 第十五章 白爷哪是你能搞定的 在古尔惊讶的目光下 白鸡走进电梯里离开 白爷居然和于小多聊得来 天哪 这怎么可能 但随着白爷一皱 古尔感觉自己错失了一个绝佳的机会 回到办公室里 古尔脸色忧愁 走来走去 实在想不通 自己和于小多差在哪里 人事不理 于小多心情大好 工作效率都变高了 随着电话响起 于小多瞅了一眼 古尔打来的 又要干什么 喂 上来一趟 哦 于小多无奈应道 你是老板 我哪敢反抗呀 不对啊 白爷刚刚是去找他的 现在他又叫自己上去 难道被发现了 叫自己上去剁手的 而且听刚刚语气 沉甸甸的 仿佛心情很不好 在于小多离开后 旁边一个男人偷看了一眼 立马就跑去主管办公室打小报告 于小多跑去偷懒了 这一幕被远处的赵良看见了 赶紧发消息给于小多 乾隆虎又打你小报告去了 电梯里的于小多 看着赵良发的消息 切了一声 这个乾隆虎 真是皮燕子痒了 处处和自己作对 来到办公室门前 于小多敲了敲门走了进去 硕大的办公室里 只有古尔站在落地窗前 那性感的背影确实撩人 和白爷旗鼓相当 但是 让我于小多选的话 抱歉 我选白爷 带上门 于小多好奇问道 白爷呢 古尔转身看向于小多 沉重问道 你昨天和白爷说了什么 没说什么呀 怎么 谈得不顺利 于小多走到饮水机旁 倒了一杯水 古尔还以为是给自己倒的 没想到于小多自己喝了起来 活该没女朋友 嗯 白爷走之前说 他喜欢和你聊天 不喜欢和我聊天 古尔郁闷得要死 刚刚想了半天 也不知道自己错哪里了 于小多听后也挺意外的 白爷居然喜欢和自己聊天啊 真是受宠落惊 你刚刚和白爷聊什么了 说了一些公司未来的事情 没了 古尔点了点头 我昨天压根就没跟白爷聊公司的事情 毕竟我也不是很了解 所以聊的都是生活琐事 你们都是女人很容易产生共鸣 我能感觉到 白爷其实很孤独 想找个人说说话 看见白爷今天来找你 就知道有信 没想到被你聊崩了 于小多长叹一声 如果换成自己的话 又能再次深入了解 获得白爷信任 现在好了 昨天的努力全白费 古尔忍不住揉了揉额头 你怎么不早说 多好的机会啊 我哪知道 白爷今天就来找你了 再说了 告诉你你也不会聊啊 想得轻都想没了 我 难道不是吗 和白爷这样的女人聊天 不只要胆子大 也要欣喜如真 嘴巴该甜的时候甜 该大的时候要大 这尺度要把控好 这就是聊妹的境界 不 聊天的境界 古尔深深看着于小多 这家伙居然还有这样的本事 白爷刚好又吃他这一套 而这一套 自己根本就说不出 你不会是把白爷给得罪了吧 于小多诧意问道 虽然不管自己是 但好歹也是自己开的头 得罪说不上 只是你昨天营造的好感没了 还说保持原来的意思 古尔感受到深深的挫败感 于小多都把路给铺好了 自己居然没把握上 于小多无奈坐在沙发上 既然已经发生了 那就别多想 至少白爷并没完全拒绝你 我不想浪费这么好的机会 你还有什么办法吗 古尔看着于小多 感觉白爷这件事上 于小多有办法 然而于小多摇了摇头 我说古总啊 你也是个女人 难道琢磨不了女人的心思吗 原本白爷兴致伯伯伯找你聊天 结果你让他很不爽 你觉得你又找过去 白爷能给你好脸色吗 那要怎么办 还能怎么办 等着白爷再主动找你 当然机会很渺茫 但真要发生了 也是一次机会 把握住机会 还有救 古尔听后也是很好奇 你觉得白爷还会主动找我 今天白爷确实生气 但女人生气 最多几天就没了 当他哪天想找人说话 肯定会想到你 这多亏我昨天打好的基础 不然没信 于小多翘着二郎腿 你身为一个女人 难道还不懂女人在想什么吗 真是服了 于小多 你到底勾搭过多少女孩 居然说得头头是道 白爷都主动过来了 古尔不得不佩服 毕竟能让白爷主动 一双手就能数过来 于小多摇了摇食指 悠悠说道 当你看过三百部 爱情偶像加工斗剧 女人那点心理活动 你能拿捏得恰当 不说百分之百 百分之八十也差不多 古尔 好了 我的使命已经完成 接下来靠你自己了 于小多起身拍了拍 古尔的相间 表示 我爱莫能助了 你不帮我了 看着于小多要离开 古尔也着急 感觉现在全公司 也只有于小多能信任 于小多裂开 古总啊 我以一个男人身份去说 那刀疤男还不砍死我 白爷压根对男人就没兴趣 所以你只能靠自己 听着于小多的话 古尔也明白其中的道理 突然心里在想 如果今天没有 换回身体多好啊 于小多就能把白爷给搞定 不对 自己怎么能这么想 只不定于小多偷偷摸摸 拿着自己身体干坏事 于小多回到人事部 立马就被主管叫了过去 于小多 你是不是不想干了 偷懒这么久 轻瘦的贺主管 怒斥着于小多 就插拍桌子 于小多淡然说道 贺主管 上头领导叫我问话 我哪敢偷懒啊 啊 你打个电话 我倒想知道 是什么领导 那我真打了 后果你自负 好 你打呀 我看你能怎么装 行 于小多直接给古尔 打去电话 古总 我们贺主管找你有事 关于我刚刚偷懒的事情 第十六章 你是不是用邪术了 主管听后顿时一惊 信古那都是 皇亲国妻 难道这小子 真被叫去的 古尔昨天就对这个主管 很不爽了 感觉就在针对自己 贺主管 我是古尔 刚刚于小多在我这里 你有什么问题吗 电话里 响起古尔严厉的声音 顿时把贺主管给吓到了 居然是古总经理 这于小多 怎么会被古总叫去 只见贺主管顿时解释 古总 误会 我并不知道 于小多去您那了 你身为领导 乱冤枉下属 这合适吗 对不起古总 我错了 你不用跟我说对不起 跟他说 于小多心里诱惑一声 古总虽然脑瓜子反应慢了些 但这拉拢人的手段 还是有的 贺主管哪敢多说 赶紧道歉 于小多 对不起 我误会你了 算了算了 这也是小事 两人一唱一和 配合双打 把贺主管吓得够呛 挂了电话 于小多淡淡说道 行了 贺主管没事的话 我去上班了 贺主管顿时跑到门口 亲自开门 于哥 请 于小多 这位贺主管 能屈能伸啊 比我大了 十多岁叫我个 也是个人才 估计他已经 把自己当成古总身边的人 在公司里面 如果不和信古地混 主管就是个头了 前龙虎看着于小多 像没事人一样回来 心里也在纳闷 这怎么可能 前龙虎 到我办公室里来 贺主管突然大喝一声 于小多还真没想到啊 贺主管有一颗向上飞的心 一股谩骂声 从主管办公室里响起 当前龙虎走出 那是灰头土脸 但对于小多更记恨了 主管都照着他 接下来并没发生什么事情 下班后 于小多和赵良 一起去网吧玩了几个小时 然后吃了一个夜宵才回家 除了没女朋友之外 小日子过得格外舒坦 次日 一缕阳光透过窗户 洒在卧室中 于小多抿了鸣嘴 怎么感觉 今天胸口又沉甸甸的 伸手摸了摸 顿时猛地睁开眼睛 干 又变成古尔了 拿起枕边的手机 直接一个电话打过去 睡得正香的古尔 伸手叹了叹 握住手机 懒洋洋喂了一声 古尔 你射什么邪术 我怎么又变成你了 古尔猛地睁开眼睛 这次直接掀开被子一看 自己居然 又变成于小多了 我没有啊 昨天回家 看了一回电视就休息了 古尔发誓 自己真没试邪术 虽然想让于小多帮忙 但还没到那种地步 于小多长叹一声 似乎很不愿意变过来 不过那嘴角的弧度 越来越翘 上次的利息还没收 这次连本带地收了 我去洗澡了 于小多一本正经说道 于小多 电话里顿时响起 古尔羞愤声 古尔 昨天早上不是你说要干净吗 今天又不准洗了 古尔欲哭无泪 怎么就摊上这么一个家伙 行 我不洗 浑身臭晕也不洗 等你自己回来洗 古尔娇称说道 你洗就洗 别让我知道 霍霍 好一个掩耳盗铃 用在你身上 真是再合适不过了 逗你完呢 还真生气了 于小多 你能不能正常一点 非得气我 你就舒服了吗 于小多嘿嘿笑道 不知道为什么 我就喜欢你生气 却又干不掉我的样子 挂了电话 于小多掀开被子 撑了个懒腰 这女孩子的房间 就是和男人不同 香喷喷的 还以为不会变过来了 没想到今天又来 只要不是永久交换就行 毕竟我于小多 还是比较喜欢主公 走进古尔的衣帽间 于小多开始琢磨 今天穿什么 就想看男同胞们 那痴人的目光 却又得不到 你说气不气 另外 一边的古尔 坐在床上发呆了一下 当看见于小多 又把衣服乱丢 心里暗骂一声 也太不爱干净了 无奈起身收拾了起来 这才发现 自己身上没穿衣服 暗骂于小多暴露狂 睡觉不穿睡衣 洗漱的时候 居然还看见于小多 没洗的短裤 整个人都要妈了 只能忍着心口 疼把于小多的短裤洗了 这辈子第一次 给男生洗这东西 咚咚咚 敲门声响起 多多 妈妈进来了 嗯 唐玲推开门走近 只见自己儿子 居然在叠被子 卧室都整整齐齐 今天太阳打西边出来了 这么轻快 多多 相亲的事情 也别放在心上 你爸打听了一下 那女孩挺物质的 不谈也好 说到相亲这件事 古尔心里就特愧疚 妈妈 你放心好了 以后我保证 给你找个漂亮的洗回来 唐玲微微一愣 臭小子一直都叫自己老妈 今天居然换了总教法 难道缺钱了 是吗 是不是那天车上的姑娘 古尔表示 于小多的妈妈眼力见好 但于小多可不是我的菜 当然不是 但一定和她差不多 你就吹牛吧 明天周末了 我和你爸要去一趟奶奶家 你去吗 古尔想都没想 直接说道 我还是不去了吧 也好 我跟你爸不在家 有什么喜欢的女孩就带回家 别去酒店 古尔 万万没想到 于小多的妈妈如此开明 自己妈妈可不会这么说 来到餐桌旁坐下 唐玲在厨房乘舟 古尔觉得 于小多的爸爸严肃多了 和自己爸爸差不多 突然 古尔看见于小多的爸爸 偷偷从桌底递东西过来 古尔好奇接了过来 低头一看 结识帮 什么东西 多多 虽然你妈想抱孙子 但你也要看准了下手 做好安全措施 于太多侧过身子低声说道 古尔就像昨天的于小多一样 裂成一块一块的 就算傻子也知道 手里的盒子是什么了 你们俩说什么呢 偷偷摸摸的 于太多笑道 没什么 哎呀多多 你连怎么这么红啊 是不是发烧了 古尔突然发现 于小多还是太嫩了 这两位才是高人 吃完早餐 古尔就像逃命似的离开 于小多的家庭实在太开明 需要时间适应 刚来到地下车库 就看见胖子在那里等着 于哥 早上好 早 抽根滑子 大清早抽烟 对身体不好 照亮 这还是我于哥该说的话吗 咱们做的事情 哪件对身体好了 第十七章 让你高调一把 此时的于小多 还坐在化妆台前 原本好看的一张脸 在于小多的操作下 变得格外怪异 腮红打多了 看起来像得猴子屁股 眼影中的就好像黑眼圈 口红的色号 选得太艳丽 原本冷艳的古尔 硬生生变成战法郎的小姐 于小多靠了一声 转身走进洗手间里 统统洗掉 看了看镜子舒服多了 这要化妆干什么 不是多此一举吗 看了看天气 今天龙海市的温度高达38 丝袜就算了 实在太热 还是选一条裙子好了 比较修身的那种 想着昨天白爷 穿了一套红色很惊艳 于小多也选了红色连衣裙 换上 顺便还戴上一些 价值不菲的首饰 站在镜子前一看 曲线弧度不错 够翘 自己都忍不住给上一巴掌 这还不把男同胞们迷死 估计谷尔换好衣服 也是这么想的 女人啊 心里总是喜欢别人 行注目里 忽然 化妆台上的手机响起来了 于小多还以为是 谷尔打来的 居然是一个未知后马 这要是自己肯定挂了 但打给谷尔 也许有重要的事情 喂 玩 早上好 咦 这声音好熟悉啊 对了 那个富阳雪 早 于小多淡淡回道 富阳雪一愣 以前谷尔从来没这么说过 瞬间感觉有戏了 玩 晚上有空吗 今天晚上我组了一个局 欢迎你来龙海市 都是圈子里同龄人 对你以后也有发展 行 你安排吧 于小多直接答应下来 这让富阳雪更加难以置信 谷尔今天到底怎么了 以前都是直接拒绝 反而有点不适应 嗯 我到时候来接你 不用 地址发给我就行 富阳雪开心不已 压制着兴奋道 好 挂了电话 于小多黑黑笑了起来 原来漂亮女人控制男人这么容易 听听她那语气 虽然压制着很好 但依然掩盖不住狂喜 这就像自己看到三地区的妹子一样激动 换一个视角 仿佛发现新大陆似的 太好玩了 今天于小多并不从停车场上去 而是从公司大厅坐电梯 而这时候又是上班高峰期 员工们陆陆续续进入公司 当于小多出现在公司大厅里 周围仿佛都静止了一班 男人女人都看着于小多 女人大多是崇拜羡慕 但男人就不同了 经验之中带着无限即可 于小多心里感叹 放在昨天 自己也是他们中的一员呀 看看男同胞们 你们真是太掉价了 不就是个女人吗 一副要来跪舔的样子 没出息 古总好 古总好 前台小姐姐恭敬喊着 于小多点了点头 走向电梯口 周围就像真空似的 没人靠近 我于小多演起来 都能当女皇了 随着于小多走进电梯 周围的人群顿时一片哗然 这是咱们的古总啊 我还是第一次看见 长得也太好看了吧 从今天开始 就是我的女神 我将用余生奉献给公司 只为博得红颜一笑 我草 你舔得也太快了 我就不同了 我要把古总残留下来的香味 全部吸走 说完狠狠一吸 这让周围的女同事们 泛白眼 看看他们 就像发情的土狗似的 古尔早早就坐在工作位上 查阅着这几年的人事 调动情况 随着同事们 陆陆续续过来 顿时讨论起来了 咱们古总的身材 看到我口水 都要流出来了 那翘臀简直一卷 可不是吗 还有那小柳妖 抱起来肯定爽死了 你们太肤浅了 古总最致命的 眼角都在抽搐 鼠标都要被捏烂了 起身走到没人的地方 直接给于小多打去电话 这家伙又在搞什么幺蛾子 于小多站在落地窗前 看着眼前的钢铁城市 目光深邃 心情也很复杂 当听到手机响了 这种状态很快消失 喂 古 于小多 你又在干什么了 怎么大家又在议论你了 古尔压低声音质问 听听那些男同事的话 都想打人了 没干什么啊 就是从公司大厅 坐电梯上楼 有什么问题吗 你今天穿什么了 为什么他们都在说你 说你很性感 古尔一下 不知道如何形容了 于小多坐在老板椅 一双玉腿架在工作上 很普通的连衣裙啊 再说了 他们说的都是实话 你本来就挺好看的 身材又好 古尔一下无言以对了 毕竟无法反驳事实 你可以低调点吗 哎 古总 你就是太低调了 全公司上下都没几个人的你 适当的曝光很有必要 这叫拉拢人心 听这于小多的话 古尔觉得也有点道理 好吧 穿打底裤了没有 放心 穿了 我可不像某人 背后害人 我昨天都道歉了 你还说 于小多黑黑一笑 对了 今天早上你的追求者 打电话过来 阻了个局让我去 我答应了 你干嘛要答应啊 疯了呀 古总 你对男人太不了解了 像我这样的穷逼 自然有自知之明 但那个富洋雪不同 他有资本追求你 你越拒绝 他越兴奋 越能勾起他想赢的欲望 反而会让他失去理智 做出一些出格的事情 古尔默默点了点头 觉得于小多说的有道理 那你今天晚上打算怎样 放心 这个富洋雪 我帮你搞定 有于小多这句话 古尔还是放心 接着说道 忘记跟你说一件事 周末你爸妈要回你奶奶家去 我拒绝了 没关系吧 没事 不去是正确的选择 古尔放心下来 免得又说自己害他 对了 你现在怎么个打算 我听白爷说 你两个堂哥控制着公司 等于你 其实是被架空的 古尔心头一紧 白爷居然连这都知道 真是个可怕的女人 嗯 所以很棘手 古尔叹息道 第十八章 你兄弟发穿了 我建议啊 只是提个建议 其实你可以组建自己的班底 你有人选 古尔其实也有这方面打算 但刚来并不熟悉 所以才想查看人事调动 看看谁和堂哥他们没关系 可不想提拔一个内奸 昨天那个贺主管 倒是不错的选择 从我进公司 他就在主管的位置上没变动 听说他想巴结一些信骨的 但别人不鸟他 昨天知道我和你关系不错 态度那是相当的好 他想上你这条船 你我都不知道的事情 你自己好好考虑一下吧 于小多轻笑道 当你看过三百部权力斗争 或多或少能领悟一些 古尔沉默片刻 最后轻声说道 让我想想 行 没事先挂了 我打会游戏 你难道就不会工作吗 就知道打游戏 古尔郁闷道 我也不会你的工作啊 帮我看看公司之前的项目 资金流动的 这里面肯定会有猫腻 于小多还想着 今天做做日常 都好几天没做了 亏了巨多原石 加工资不 你是不是掉前眼里去了 不是说好互相帮忙的吗 你不是说 只是帮你过白爷那一关 于小多耸了耸肩 算了 不求你了 说完古尔就挂了电话 用着自己身体 帮个小忙都不愿意 听着电话里的盲音 于小多笑了笑 这古尔说生气 就生气 妹子都一个样子 算了算了 别人身子都给自己用了 咱们也不能太小气了 给古尔发了个微信过去 问他要电脑开机密码 气呼呼的古尔没走几步 就看见于小多发的消息 忍不住娇哼一声 不过 还是将电脑密码发给于小多 还有项目一些文件放在哪里 于小多只能将白花花的大长腿 暂时放在办公桌下 打开了办公桌上的电脑 但说实话 于小多并不觉得会有漏洞 真要是那么容易查出来 那简直就是弱智了 估计古尔还没来上任 一些东西就被调包或者更换 古尔可是接了个烫手山芋 整个上午 于小多看着公司近十年来的大项目 全都是盈利 就没有亏的 不愧是股市财团 可真够硬的 不过项目负责人全都是姓古 一个是副经理古林 还有一个同样也是副经理 古孝 这两个人于小多知道 但进公司到现在 只在去年年中大会上见过他们 都在四十五左右 不过听八卦消息说 他们俩并不是股市嫡系 所以最多就是傅 看古尔多年轻 但他是嫡系 过来就是总经理 说明这个大家族里面 也有一套规矩在里面 但于小多有点疑惑 古尔之前那个总经理 可不姓古 古尔来了 听说被调到荆州总部去了 所有的大项目 基本上就是他们两个轮着来 好像达成一种默契似的 一看时间都快十二点了 干饭时间到了 只见古尔的秘书敲门走近 恭敬说道 古总 中午想吃什么 我去安排 于小多瞅着这位性感小秘书 身材确实不错 长得还是差了那么一点 好吧 最近被古尔和白爷养掉了眼睛 要是平常看见 这位漂亮秘书 肯定会直指点点一番 这以后找女朋友怎么找啊 哪有那么多角色小姐姐 不用 我自己去 于小多起身说道 秘书一愣倒也没说什么 之前古总可是一直在办公室里就餐 此时公司食堂人满为患 毕竟是高峰期 于哥 今天怎么又吃这么点 赵良很是好奇 于哥怎么一天一个样 今天胃口有点不好 赵良嘿嘿笑道 是不是想吃点软饭了 古玩 这时 原本略为嘈杂的食堂 突然就安静了一半 众人的目光仿佛看向了门口 卧槽 那不是古总吗 他居然来食堂吃饭了 天啊 赵良赶紧拿出手机 对着自己 于哥 一顿猛拍 不只是赵良 不少的男同事都在拍照 很多人都是第一次 看见古玩 瞬间就被那股容颜所折服 于小多的出现 仿佛变成大明星似的 各种闪光灯亮起 古玩紧紧皱着眉头 这家伙又在臭眉 拿着自己身体各种炫耀 早上来了一次不过瘾 现在又来一次 于小多走经过古玩的时候 还给了古玩一个眨眼 这个细微的动作 只有赵良发现了 顿时目瞪口呆 古玩浑身都抹了一下 这个于小多脸皮可真厚 于哥 你看到没有 古总刚刚给我抛没眼了 赵良激动得无语伦刺 狠狠咬了一口 鸡腿压压惊 古玩直接裂开 你那是什么眼神 他刚刚明显是朝着自己 赵良握着鸡骨头 一脸油光低语 终于有人不在乎颜值 发现我的内在美了 古玩 拿出手机 就给于小多发消息 问他 怎么跑下来吃饭了 你的好兄弟 都被你逗得发穿了 坐在小包间里的于小多 顿时大笑起来 赵良那个死胖子这么臭美 估计今天要没死去 古总 该高冷的时候高冷 该清河的时候清河 要何中 你现在孤家寡人一个 底层员工就是你的后盾 你也不知道 利用自己的优点 笨得要死 古玩 就你是多 给我少吃点 古玩交称回复 明明觉得他在炫耀 但又觉得他说的有道理 你能不能多吃点 肌肉都要掉了 你管我呀 看看 这女人开始无理取闹了 你拿着还真没办法 半想后 古玩发消息说道 今天晚上 我要跟你一起去 你要去可以啊 但以什么身份去啊 我不管 反正我要去 你自己想 古玩原本是不想去的 但是被于小多搞怕了 自己盯着 心里也放心很多 于小多长叹一声 这个古玩啊 耍小性子了 终究也和一般的妹子差不多 下午 于小多收到负养雪 发来的短信 地点在华龙酒店里 第十九章 把你变成真女人 在龙海市 谁不知道华龙酒店 为数不多 号称六星级酒店 结婚酒能办在这里的 面子那是杠杠的 甚至还听说过笑话 女方不要彩礼 就想在华龙酒店办个酒席 男方表示 求你要彩礼 于小多自己 也就在华龙酒店 吃过一次结婚酒席 真是一分钱一分货 办得那是风风光光 菜品也是顶级货色 拳头大小的鲍鱼 法国顶级鱼子酱 每人一勺 据说一勺 就得一千多块钱 这哪是吃饭 吃钱呀 那个富洋雪 这次投资力度大 就为博红颜一笑 这要是换成自己 肯定不花这个冤枉钱 追妹子不是这么追的 尤其像古尔这种高质量的 下班前 于小多让古尔的导标们先回去 坐古尔的车去酒店 不 那是自己的车 此时 古尔看着一脸委屈的赵胖子 心里也是服了 于哥 我看你就是嫉妒我了 古总看上我没看上你 古尔就要花成十块了 这胖子 已经走过入魔了 自己坐车回去 说完古尔就开车离开 留下苦逼的赵良 心想于哥越来越不够兄弟了 嫉妒心太强了 一想到古总给自己抛媚眼 赵良心情一下就好了 立马就沉浸在未来的幻想中 在约定好的地方 于小多开门坐进副驾 我说 你要跟着来干什么 哼 我不看着你一点 坏了我名声怎么办 你只会败坏我的名声 于小多一句话 就把古尔搞得够呛 瞬间不说话 反正也说不过于小多 除了傅洋雪你还认识谁 必要的情报于小多 还是需要了解一下 免得到时候搞得措手不及 古尔撇嘴道 我对这边并不熟 只是听说过一些人罢了 那傅洋雪算厉害的吗 勉勉强强吧 听说他还是别人小弟 古尔握着方向盘耸肩道 当小弟还追你 难道他大哥不喜欢你吗 古尔顿时翻出白眼 你当人人都是你啊 看见美女就不行了 切 我看到美女 一般就是这样 说着就朝着腿上一拍 啪啪想 看得古尔眼珠子都要瞪出来 于小多 你把我腿都拍红了 果然是细皮嫩肉 轻轻这么一拍就红了 于小多黑黑笑道 可把古尔气得翻来覆去 突然 于小多惊吓一声 刹车 刹车 我操 刹车啊 眼看要追尾 古尔狠狠一脚刹车才死 马路上留下一道黑黑的轮胎硬 就差那么一丢丢 你有病吗 于小多 你再对我身体乱来 咱们同归于尽 于小多 看着古尔生气了 于小多顿时开启安抚模式 金主可不能得罪 古总 古尔脸色冰冷 注视前方 小瓦 古尔差点没被搞吐 跟你不熟 别叫得这么亲密 于小多顿时一把捂住胸口 痛心说道 你这句话 就像一把尖刀插进我的心田 我还以为我们患难与共 早已是朋友中的朋友 没想到你还把我当外人 我就知道 你们这些有钱人 不把我放在眼里 说完便看向车窗外 一脸伤心欲绝 古尔疑惑瞥了一眼 这家伙 怎么突然这么酸了 搞得自己变成小人似的 等下进去 你怎么介绍我 古尔扯开话题问道 算是给大家一个台阶下 刚刚那时就翻篇了 然而于小多悠悠说道 我不配和你说话 我就是一个市井小市民 你是高高在上的财团大公主 于小多 你差不多可以了 得了便宜还卖乖 你都把财团大公主的腿打红了 那我帮你揉揉 古尔直接崩溃 你混蛋变得戏法吃豆腐 还得要当着自己面 太可恶了 还演得这么像 突然 古尔灵机一动 举起拳头问道 于小多 这是什么 巨大的拳头 如果这巨大的拳头轰下去 你恐怕以后 要真的变成女人了 于小多嘴角一抽 古尔 算你有种 哼 你再敢乱来 小心我拔了你的 于小多 你敢拔 我就去做变性手术 让你变成真正的男人 古尔整个人都不好了 两人疯狂怒视对方 直到后面的车案喇叭 互相伤害一番 不知不觉就到了酒店门口 古尔下车就气呼呼走了 于小多真服了 不是自己车就不爱惜 直接坐到驾驶位 摸着方向盘喃喃道 大宝贝 真是委屈你了 晚上回去我给你报仇 女士 需要驳车吗 只见一个帅气的门童 站在车边笑着问道 行吧 小心点 别刮了呀 女士放心 于小多看着大宝贝 被陌生人开走 心里在想 会不会把自己车开出去啊 站在门口的古尔 突然发现怪异的情况 之前还没注意 于小多居然在自己脚腕上 系上一根红色丝带 而且只计单的 这里面有什么说法 看什么看 没看过美女啊 于小多从古尔身边走过 学着古尔的语气送给她 古尔真想一巴掌拍过去 但打坏的是自己的身体 古尔一咬牙 跟上于小多的脚步 等我想到治你办法 你就会知道错了 而于小多很舒服 想起之前碰见古尔 那高高在上的样子 真是令人不爽 现在让她换个角度体验一下 跟在旁边的古尔 终于忍不住问道 你为什么要再搅怀记这个 这你就不懂了吧 只有男人才懂男人 小小的点缀 那是致命的伤害 古尔皱着眉头 确实发现 受关注更高了 看看那些西装革里的精英人士 目光都会偷偷看来 但第一眼就是在脚踝的红色丝带上 这家伙居然能把自己身体 发挥到这种程度 你要真是个女人 恐怕能祸害不少男人 话可不能这么说 主要是你长得好 身材棒棒 古尔听后一愣 这家伙居然还会吹捧自己 不对劲 这话怎么感觉怪怪的 但又说不上来 哪里奇怪了 第二十章 想让我当挡箭牌 得加钱 三楼宴会厅里 装潢豪华绚丽 美妙的情音环绕在大厅里 仿佛置身在歌剧院中 两边摆放着丰富的食物 甚至还有高级厨师现场制作 陆陆续续来了不少年轻人 大多数都是富二代 作为这次的祖居人 富羊雪那是春风得意 毕竟不是谁都能请的动骨耳 但也有人嫉妒的 比如其中的陆正芝 虽然长相没有富羊雪那般帅气 但在圈里也是赫赫有名 家里是搞运输行业 海面上不少货轮都是他家的 还有豪华邮轮 国内也有物流公司 现在管理着家里国内一家物流公司 并且取得不错的业绩提升 但同样也喜欢玩 但他喜欢玩刺激的 一有时间就去搞极限运动 也不知道这个富羊雪用了什么办法 居然请到古玩 陆正芝不屑道 在场的谁不想和古家大小姐接触接触 要是能把他娶回家 人才两收 站在陆正芝身边的男人 戴着一副眼镜 皮肤白皙 给人一种文质彬彬的感觉 傅全 家里是做房地产的 但他并不喜欢被约束 对家里的产业不闻不问 向往自由 今天过来 也是见识一下来自荆州的美人 看看他有没有龙海式的美人漂亮 怎么 羡慕了 傅全手里的高脚杯装的 并不是香槟或者红酒 就是普通的白开水 陆正芝撇了撇嘴 就是看不惯他那副得意的嘴脸 一个挖煤的 还能挤进圈子里来 如果他是挖煤的 你家还是送货的 傅全微微笑道 却给人一股阴柔之气 就像一条毒蛇似的 陆正芝毫不留情反驳道 呵呵 你家还是搬砖的 傅全服了服眼镜笑道 比喻得很恰当 看着傅全那一副 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模样 陆正芝也懒得说 继续吐槽道 要不是靠着攀位 他还能在这里 混得风生水起 你要不也去轻轻攀位的屁股 傅全喝着白开水调侃道 去你马达 这时 傅羊雪春光得意走来 虽然只是一个小局 但心里觉得这更像官宣慧 像圈里人介绍自己的女人似的 陆少 傅少 感谢两位给面子 傅羊雪对两人很是礼貌 除了攀位 就他们两个算是有资历的 老 傅二代了 陆正芝一点都不给面子 淡然说道 我今天就是来看美女的 这和给不给面子没关系 傅羊雪脸色渐渐沉了几分 但又不敢反驳 傅全突然伸手拍了拍傅羊雪的肩膀 嘴角勾起一丝弧度 他就是这样 你别介意 傅羊雪的脸色瞬间扬起笑意 哈哈 当然不会 两位自辩 招待不招 说完傅羊雪转身离开 但笑意瞬间没了 和这种人有什么好说的 陆正芝轻蔑道 厌恶也好 喜欢也罢 过于投入会影响本身的情绪 毫无意义 陆正芝浑身一麻 又玩这一套哲理 还不如好好和家里人搬砖 但又感觉这话说的并没道理 别人笑眯眯 自己在这里郁闷伤身 但就是控制不住 想打人的冲动 看看他 一副开启圣人模式似的 我说你怎么不出家当和尚 我觉得 佛门适合你 红尘为了 你还有红尘 你不是对女人不感兴趣吗 傅羊轻笑道 红尘不一定代表是女人 好不容易聊会天 你非得把天给聊死 跟你说话太费劲了 陆正芝其实也习惯了 小时候就这副样子 前几年走到哪里 都捧着一本书 跟个神经病似的 你就是性子疾 能闻点就好了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介绍你看本书吧 能让你韬光养晦 洗得真理 滚 傅羊无奈摇头 不可教 这时 两扇大门缓缓打开 只见一位女子 穿着一袭红裙款款走近 那绝美的容颜 诱人的身躯 无疑是在考验男人们的底线 尤其是白皙脚腕上的红色丝带 简直把诱惑推上一个顶峰 这一抹惊鸿 让男同胞心乱如麻 就连对女人没兴趣的傅羊 也被小小惊艳到了 旁边的陆正芝 直接看呆了 喃喃说道 荆州谷家大小姐 果然名不虚传 难怪傅羊雪 愿意去当条狗 也不是谁都有资格 在她面前当狗 傅全倾笑道 美女见过不少 但没有几个 能达到这种程度 她后面那个男人是谁 圈里 好像也没这好人 陆正芝好奇低语 傅全观察一下 便自信说道 此人和谷家大小姐 保持一步距离 近来之后便环顾四周 显得很警惕 眼睛里透露出一股担忧 如果猜得不错 应该是保镖之类的人 古尔要是知道 肯定会狠狠反驳 你才是保镖 你前家都是保镖 这家伙只是走得快 没跟上而已 警惕是怕看见熟人 担心的是怕于小多乱来 这家伙能做出 让人瞠目结舌的举动 随着于小多的出现 现场一下就安静了起来 只留下动听的钢琴声 傅羊雪愣了片刻 才大步走了上去 在她的眼里 今天的古尔 实在太过美丽 周围的女人不及她半分 顿时脸上就带光 就让这些公子哥 羡慕自己吧 但傅羊雪很快 又注视到古尔身后的男人 这不是那天早上的男人吗 怎么也跟着古尔来了 这个男人到底是谁啊 不只是傅羊雪在猜测 其他人也很好奇 古家大小姐身边的男人是谁 但从距离 也能稍微推断出一些端倪 应该不存在亲密的关系 如果是亲密关系 那肯定是并排走进来了 玩 这位是 傅羊雪笑眯眯问道 但在于小多眼里 这笑容就像当年自己家养的哈士奇 贴身保镖 傅羊雪听后皱了皱眉 好好打量了一下 古尔 怎么会让一个男人当贴身保镖 这也太奇怪了 古尔也没想到于小多会这么说 但心里也能接受 就怕他来一句 这是我男朋友 于小多还没傻到 让自己去当挡箭牌 多危险的事情啊 真想 让自己这么说也行 那得加钱 第21章 白夜传说 陆正之一惊 他还真是个保镖 居然被傅全给猜对了 这观察力果然不错 你觉得是他好看 还是咱们本地的好看 陆正之好奇问道 这也有两三年没见到本人了 但从以前来说 算是各有千秋吧 少了叶湿湿这个疯女人 这日子就像稀饭一样淡得美味 陆正之想起以前的去世 还挺怀念的 那个女人胆子比自己还要大 可惜被家里人流放 到国外去改造 傅全扶着眼镜低笑道 但和白夜比起来 他们还是欠缺一些 白夜 你什么意思 白夜是个女的 陆正之倒吸一口凉气 圈里只流传白夜的传说 但很少人见过白夜的真面目 身份隐藏得非常好 没证据 但八九不离十 你别掉胃口 跟我说说 你是不是看见什么了 陆正之好奇不已 白夜的名号 可是响当当的存在 弹指之间 就能让一家公司蒸发 一声号令 就能发动一起贸易战 打得老外登门道歉 真正的传奇人物 半年前 我家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 这个女人绝带风华 岁月并没在他身上留下痕迹 反而沉淀着一股特殊的韵味 那种气质 不是骨架大小节 或者叶诗诗比拟 也许等他们站在巅峰 或许能获得那种韵味 陆正之匪夷所思看着好机友 头一会听他如此夸赞一个女人 看他这样子 仿佛变成小粉丝似的 就凭他长得好 你就觉得 他是白眼 陆正之问道 这只是一方面 我爸对他的态度极其好 你也知道我爸的性格 一年到头没怎么笑过 但是那天都是 一直陪笑着 用点头哈腰来形容也不为过 而在第二天 我爸就接到一个大项目 能让我爸如此态度 放眼整个龙海誓 也只有白眼能做到 就算是股市财团里的人 也不会让我爸如此 听着傅权的话 陆正之觉得确实如此 在自己的印象中 就没见过傅权的爸爸笑过 这也不可能啊 白眼的事迹 咱们小时候就听过 甚至都是爷爷辈的人物 怎么会是一个风华绝代的女人 傅权再次拿起水杯 这次一口全部喝下 没错 所以我觉得 白眼只是称号 那个女人也许是白眼的后代 只是传承了这个称号 陆正之深深皱起眉头 傅权这么聪明 估计是不会猜错 但如果他真的猜对了 那么堂堂白眼居然是个妹子 并且有着天仙一般的容貌 真是让人想见识一下 庐山真面目 我只是猜测 你别到处乱说 这种事情不是闹着玩的 傅权还是叮嘱一声 原本是不想说出来的 免得到处乱传 白眼可不是善男性女之人 陆正之点了点头 放心 这点道理我懂 说完便将目光看向古尔 傅权雪正介绍一些富二代认识 这个傅权雪很会舔 我估计舔到最后一无所有 傅权取下眼镜 拿出专用不擦拭 虽然舔 但傅权雪这次舔对了 古家大小姐现在需要结识人脉 她在龙海是人生地不熟 不只是内忧 而且外患 也是 这边的古市根本轮不到她说话 都是古校那两个人 这些年赚了不少钱 陆正之似乎很不爽 因为这两个人触及到陆正之的利益 让她少赚了很多 心里可不爽了 据我所知 古家大小姐上任之后 那两个人连公司都没去过 根本不把她放在眼里 估计是有人撑腰才敢这么做的 这古家里面也是尔虞我诈 陆正之撇嘴道 那么大一个财团 怎么可能会安安静静 我那几个表弟 为了争取一个职位 就差拿着刀护砍了 哎 不争不抢全身轻松 我说傅权 你就不打算争取一下家里的产业 上百亿呀兄弟 拱手让给外面的杂种 傅权拿起一个餐碟 加了一个弹挞笑道 有时候 我希望我爸破产 陆正之一顿 没有再追问 当年傅权妈妈病危 他爸在外面谈生意 死后第三天才回来 从那时起 傅权对他爸就很冷漠 此时的于小多 在傅杨雪的带领下 认识着圈里的富二代 可别小看了这些人 在家里公司也是有职位的 并不是那种吃喝玩乐 与其说是自己认识 还不如是给身后的古尔认识 虽然他一直没说话 但肯定将这些人的名字记下 这也是 今天来的一个目的 多个朋友 总比多个敌人好 古尔确实就如于小多所想 似乎也明白于小多的用心 算这家伙 还有点良心 很快 两人就来到陆正之和傅权面前 当傅权雪说出名字的时候 古尔有点印象 这两个男人在圈里地位不凡 尤其是这个陆正之 古小姐 久仰大名 今日一见 真是光彩四射 把我迷死了 陆正之伸出手 带着笑意说道 古尔可不喜欢这样轻浮的招呼 但于小多就不同了 看起来比这个傅权雪舒服多了 然而傅权雪也是很不开心 居然调戏我的女人 真当我没脾气了 让傅权雪没想到的是 古尔居然没生气 甚至还露出了笑容 他看自己都没笑过 于小多近来 就看见这两个人独自站在一旁 要么没实力被孤立 要么实力太强 从现在看来 傅权雪都不敢对他们发脾气 所以也能判断 他们俩是有实力的 于小多伸出白皙的线手 和陆正芝稍微碰了碰笑道 陆先生长得可真帅气 估计喜欢你的女孩子很多吧 陆正芝一下就愣住了 万万没想到 这古大小姐挺好说话 而且夸自己帅 瞬间就有点飘了 古尔微微皱起了眉头 刚刚于小多还挺正常的 怎么到了 他们这里 就有点像不正常方面发展 一旁的傅权也有点好奇 听说古大小姐性格高冷 看今天这模样 也不像是个高冷的人 第二十二章 你们不要再打了 再多女孩子喜欢 也不及古小姐一分 陆正芝说完还挑衅地 看着傅杨雪 就问你气不气 傅杨雪脸色沉了几分 明显已经快到爆发的边缘 于小多捂着嘴轻笑 陆先生嘴可真甜 真是让人心情豁然开朗 这苏麻的话一说 古尔头皮都抹了一半 这家伙装起女人来 简直比自己还要厉害 看他这娇媚的神态 自己都要被自己迷住了 更何况是周围的男人 傅杨雪醋火中烧 自己喜欢的女人 居然和别的男人有说有笑 他都没对自己这样过 顿时朝着陆正芝低喝 你什么意思 你什么意思 打扰我和古小姐说话 有没有礼貌 陆正芝顿时低喝一声 忍这个逼很久了 居然还敢主动挑衅 正当你陆爷爷好说话 于小多也没想到 自己居然能引起 两个男人争锋相对 古尔就是人形导火索 走到哪里都能引起爆炸 古人说的没错呀 红颜祸水 傅杨雪冷声说道 陆正芝 我好心好意请你过来 你一再不给我面子 还和我的女人眉来眼去 当我不存在啊 于小多听后可不愿意了 此时严厉说道 傅先生 你说话注意分寸 我可不是你的女人 古尔松了口气 就怕于小多来个反向操作 把自己给整没了 听到没有傅杨雪 还你的女人 你算个球啊 你一个破蛙没的 还想癞蛤蟆吃天鹅肉 真是蝙蝠身上插鸡毛 这话陆正芝说得很大声 周围的人都听见了 对于这种情况 也是见惯不惯 这样的局才有意思嘛 古尔听后很疑惑 甚至低声问道 蝙蝠身上插鸡毛 是什么意思 你算什么鸟 古尔焕然大悟 觉得于小多懂得还挺多的嘛 不对啊 感觉他在骂自己似的 傅杨雪最后的一点理智 瞬间被怒火烧完 二话不说 就是一拳打上去 陆正芝没想到 傅杨雪敢直接动手 这一拳没有躲掉 直接打在脸上 整个人朝着餐桌倒去 突如其来的情况 把古尔吓了一跳 忍不住哆嗦一下 而这一幕 让傅权看到了 身为贴身保镖 居然被这小场面给吓到了 陆正芝吐了一口带血的唾沫 还不忘 拿起一块蛋糕塞进嘴里 这才站起来 傅杨雪 老子在龙海市打架 你TMD还是你爸的液体 说完就是一脚飞踢 傅杨雪整个人被踹了出去 撞倒了中间的小餐桌 顿时一片狼藉 这一脚的力度 让傅杨雪一下没办法站起来 一看平日就不怎么锻炼 身体虚 于小多看着直摇头 这也太弱了吧 到底是谁给你的勇气追美女的 这种目光在傅杨雪眼里 这是一种极度失望 一股羞耻和愤怒 瞬间燃烧大脑 肾上腺素一下暴增起来 古尔很诧异 于小多刚刚到底用了什么邪术 居然让支不起身的傅杨雪 像疯了似的反击 于小多自己也有点没想到 看了他一眼 就像给他加了一层 狂暴 Buff似的 但话又说回来了 自己那一眼 确实够要命的 换成自己的话 恐怕要原地炸开 然而就算加了一层 Buff 傅杨雪依然不是陆正芝的对手 还没过几下招 就被陆正芝按在地上动弹不得 于小多都觉得这个傅杨雪挺惨的 更是深深体会到 追妹子不能上头 不然丢了面子是小 连最后的尊严了没了 傅杨雪 你不是很牛X吗 再牛个给爷爷看看 陆正芝用膝盖顶住傅杨雪的腰 双手向上一台 疼得傅杨雪哭嘀喊娘的 陆正芝 我操你马的 你给我等着 还嘴硬是吧 今天虐定你了 但如果你叫声也有错了 或许能放你一马 陆正芝说完再次加大力度 这让傅杨雪在地上疯狂挣扎起来 但只会更疼 凭着周围那讽刺的话 再一想到古尔还看着自己 加上疼痛顿时流出液体 突然 旁边一个女孩惊呼一声 快看 傅杨雪哭了 啊 还真哭了 我去 还是陆哥牛逼啊 好好的 干嘛要去招惹陆哥 这不是受虐行为吗 周围的男男女女顿时拿起手机 对着傅杨雪的脸 就是一顿视频 这时候 云小多走了出来 轻声说道 陆先生 这样打人是不对的 你看别人都哭了 陆正芝听后 看着古尔笑了笑 对着傅杨雪的后脑勺一拍 你这个废物 要不是古小姐给你求情 陆爷爷今天虐死你 傅杨雪当然听见了古尔的声音 此时无地自容 如果有一条缝 都想直接钻进去躲着 被松开的傅杨雪 没脸再去看古尔 但依然怒视陆正芝 有种你给我等着 怎么 要去叫主人了 赶紧去费两声 陆爷爷 我在这里等着 傅杨雪怒指着 随即愤然离开 但目光再也没看古尔 太丢脸了 于小多朝着古尔小声说道 古总 任务完成 是否满意 他不会再来烦我了 你确定 你太小看男人的面子了 最惨的一面 暴露在心上人面前 这比死还难受 还有什么脸面见你 去你的 什么心上人 古尔伸手朝着于小多的 腰间肉一转 于小多顿时撕了一声 古尔 你有病啊 我这细瓶的肉的 能掐吗 哼 古尔松开了手 真是打也打不得 骂又骂不过 于小多揉了揉腰间肉 吐槽道 你对自己下手还真不留情 明天换回来 估计你就能看见于青了 行 那我帮你也捏一把 咱们算是公平了 好啊 你捏啊 反正我皮糙肉后 疼的也不是我 于小多一脸无所谓 这可把古尔郁闷得 像吃苍蝇似的 要不是白爷 才不受着冤枉气 随着傅杨雪离开 众人就像没事一样 继续谈笑风声 傅权给陆正芝 拿了一个冰带敷脸 你可真是会在美女 面前耍威风 他真要是把潘伟喊过来 你就难受了 第23章 晚点刺激的 什么耍威风 老早就想揍他一顿 刚好时机到了 陆正芝用冰带敷着脸颊 傅杨雪那个小鳖三 拳头还挺硬 你在揍人 我却发现 古尔身后的贴身保镖 有问题 什么问题 古尔应该是说谎了 那个男人并不是贴身保镖 倒有点像情侣关系 陆正芝目瞪口呆 看向古尔两人方向 被傅权一提醒 确实有点像啊 那男的长得也不赖 气质出众 感觉也像个公子哥 不可能吧 陆正芝还是不相信 刚刚他们两个 还偷偷摸摸交谈 那男的还悄悄地 摸着古尔的腰 什么 陆正芝下巴都要惊掉了 由于嘴张得太大 引起一阵疼痛 那男的居然在众目睽睽之下 摸着古尔的腰 这是何等变态之举 简直太猖狂了 有本事让我也摸一下 傅权也不敢相信 古大小姐的腰 就这么被随随便便给摸了 那男的究竟是什么来路 居然能把古尔压得死死的 不敢有一点反抗 于小多感觉到 有目光在打量自己 低声提醒着古尔 你别闹 小心被人看出来了 你于小多这么慧眼 怎么可能被看出来 古尔愤愤不然 页会厅的大门再次被推开 三个人出现在门口 其中一个 就是刚刚落荒而逃的傅杨雪 另外一个男人块头很大 身上的T恤仿佛要被肌肉撑爆 一拳一个肯定不在话下 中间的男人便是攀尾 留着一个平头 下巴还留着一小撮胡子 穿着普通的T恤和气氛裤 脸上露着自信的笑容 于小多看着攀尾出现 眉头不经皱了皱 怎么会是他 陆正知给老子滚出来 大块头直接走到餐桌旁 单手直接掀翻 战斗力爆棚 傅权笑着调侃道 赵玉这个大傻子都来了 你没想到吧 来得正好 一起收拾掉 陆正知将冰袋丢到一旁 不屑冷笑 这时候却发生了一件怪事 攀尾居然朝着谷尔这边走去 原本自信的笑容也消失了 皱着眉头沉着脸 于小多低声叮嘱 等下他说什么 你别理就行 谷尔一愣 刚想要问为什么 走来的攀尾直接说道 于小多 你在这干什么 攀尾的行为 让在场的众人完全没想到 刚刚还以为攀尾 是要去和谷大小姐打招呼 没想到 却和那个贴身保镖说上话了 看那样子 好像是认识的 傅权此时 对于小多产生浓厚的兴趣 看看攀尾那一脸不高兴的模样 在自己印象中 也只有叶诗诗 才能让攀尾 露出这样的表情 这家伙到底是谁啊 此时的谷尔也很猛逼 但还是听着于小多的话 保持沉默 但心里有一百个为什么 你怎么会认识这样的阔哨 见于小多不说话 攀尾似乎更加不爽 刚要说话的时候 于小多淡淡说道 你是谁 攀尾微微一愣 谷尔居然帮着于小多说话 原来是谷小姐 刚刚眼拙了 我还有点事情要处理 就不赔了 说完攀尾看了于小多一眼 似乎是一种警告 转身走开 等人一走 谷尔立马好奇询问 他怎么会认识你 他可是富洋雪败的大哥 听说在本地圈子里 很厉害呢 我说你怎么那么八卦 社会上的是少打听 哎呀 说嘛 以后我要是遇到了 也能自如应付 你说对不对 于小多裂开了 麻烦你别用我的声音 撒娇行不行 我要吐了 说嘛 我真是服了你 这个攀尾 是我远方表哥 前些年见过一次面 被我打趴了一次 于小多简略说了一下情况 谷尔却露出不可思议的目光 吹牛吧 你把他打了 还不狠狠报复你啊 是啊 所以你小心点 谷尔 那我现在岂不是也有危险了 你怎么招惹这种人啊 欠揍呗 谷尔感觉自己越来越搞不懂于小多 但好像也只认识几天而已 搞不懂也是正常的 就在这时候 一阵叫骂声响起 怎么还不打起来啊 谷尔一副看戏的模样 简直让于小多汗颜 男人打架分步骤的 首先得对喷 当说到你想怎么样 打我呀这些话时 就会有推人的动作 到时候就差不多了 哦 原来是这样 谷尔刚刚说完 就看见于小多走了上去 赶紧小声喊着 你又要干嘛呀 快回来 于小多没有理会谷尔 朝着几个争风相对的男人笑道 先生们 打架多没意思 玩点刺激的 众人的目光 瞬间就放在于小多身上 谷尔裂开了 就知道于小多要搞事 谷小姐 这是我们的事 你也要插手 攀尾淡淡说道 似乎并不害怕谷尔的身份 打架斗殴实在没意思 一些小孩子玩的把戏而已 谷小姐觉得 什么才有意思 于小多伸出娇嫩的手指 口中淡淡说道 玩刺激的才有意思 攀尾心里咯噔一下 目光顿时看向不远处的于小多 怎么感觉谷尔的口风 好像于小多 哈哈 我喜欢 怎么样 敢不敢见 陆正知倒是一点都不怕 就不怕刺激的 攀尾冷笑道 这有什么不敢见 看着事态 朝着越来越有意思的地步发展 众人也是大呼过瘾 仿佛又回到当年夜市失在的时候 两天一个小闹 三天一大闹 几年了 终于来了一次好玩的 在于小多的提议下 所有人一起换场地 车里 谷尔纳闷道 你干嘛要卷进去 多危险啊 哎 谷总 你虽然长得美若天仙 也能迷惑众生 但还是欠缺一样东西 什么 想要在本地混得开 就要折服这些本地富二代 光凭容貌诱惑不行 得让他们佩服你才行 谷尔道西一口凉气 你的意思是 等一下你要来 第24章 公报私仇 当然了 怎么 你怕了 某人之前还信誓旦旦地说 要重整公司 不管付出什么代价呢 我 我怕什么 一点都不怕 谷尔硬着头皮强行说道 放心好了 要是把你身体磕破点皮 我帮你舔干净好不好 于小多 你一天不吃我豆腐 心里是不是不舒服 是啊 你不要脸 车里的两人 顿时又互掐起来 一路炒到郊区的废弃工厂里面 一众人将自己车子 依次摆好 以法拉利和兰博基尼 其中还有两台SVJ 于小多的宝马武器 算是最次的了 但还有两辆车 相隔百米面对面摆放 其中一辆是攀委的 阿斯顿马丁 另外一辆是 陆正芝的麦凯伦 玩的就是碰碰车 谁打方向盘 谁孙子众人大呼刺激 想当年夜市失在的时候 都没这么玩过 如今古瓦这个外地人 居然提出来 实在是没想到 陆正芝把油门踩到底 别怂 攀委点着烟淡淡说道 放心 我会把油门踩到发动机里去 今天晚上 我就送你进医院 谁进医院还不一定 站前放狠话 那也是必要的环节 于小多这时候 带着笑意走出 陆先生 此时因我而起 让我来吧 这话一出 众人顿时怪异地看着古瓦 半想后 顿时响起欢呼声 一个女孩居然敢玩这个 古瓦都觉得 现在的自己挺霸气的 这家伙 又拿自己身体耍帅了 傅全一旁细心提醒道 古小姐 这很危险 还是不要参与 是啊 还是我来 这是和你没关系 陆正芝也是极力劝说 这么漂亮的女孩子 碰碰磕磕可不好 我这人有始有终 陆先生 你就站在旁边看着好了 于小多简直就是霸气侧漏 众人发现 古瓦不只是美 还很硬 简直和当年的夜视师一样 陆正芝直接竖起大拇指 女中豪杰 你是我第二个佩服的女人 哦 那第一个是谁 哈哈 也许以后你们会碰见的 还真有点期待 陆正芝就很好奇 这么硬拍的两个女人 会摩擦出什么火花 肯定会很有意思 攀尾看着古瓦真要出来 眉头不禁皱起来 古小姐 我可不会因为你的身份 手下留情 大可不必 等一下发生的事情 一切自己负责 于小多也看攀尾不爽 虽然那几年前的事情 但那口气 还憋着没出呢 好 说完攀尾就 朝着自己车走去 于小多这时候 看向低头的富阳雪 淡淡说道 傅先生 之前你不是说 可以为我去死吗 现在机会来了 古尔嘴角一抽 好一招杀人诛心啊 谁要当你女朋友 还不被你玩弄于鼓掌之间 富阳雪咬着牙罐 男人的话你也信啊 怎么可能为你去死 况且也不会为了你得罪攀尾 权衡之下 富阳雪选择无视这句话 众人看着无动于中的富阳雪 顿时发出一片虚声 这家伙太没胆子了 就你这样 还想追别人古大小姐 胆子还没一个女孩大 嘖嘖嘖 于小多无所谓笑了笑 朝着那辆黄色的麦凯伦走去 奥妙的曲线在车灯的照耀下 显得格外迷人 修长的玉腿也是迷死人 弯腰打开车门 顿时引起一片口哨声 真正的古尔 仿佛已经习惯了 眼不见为尽 轰轰轰 V10发动机宛如野兽一般咆哮 在这安静的夜晚 显得格外清脆 同时也点燃男人心里的兴奋 面对于小多的挑衅 潘伟同时踩了几脚油门 两台车就像两头凶兽 朝着对方呲牙咧嘴 于小多脸色平静 单手握着方向盘 目光紧紧盯着对面 自己这也算是公报私仇 而潘伟脸色沉着 心跳不由地加快了很多 手心也不禁冒出了汗 这时 一个小姐姐捏着腰肢 走到两辆车的中央 于小多还兴奋地 踩上两脚油门 让古尔不禁吐槽 看到美女就把持不住 只见小姐姐一把掏出那衣甩上天 男人们仿佛化为一头头野狼似的 古尔也是开了眼见 第一次接触到这些东西 感觉还挺新鲜的 当落在地上的时候 于小多将油门踩到底 后轮空转一番宛如标枪一般射出 对面的攀尾同样踩死油门 银色的阿斯顿马丁宛如脱江的野马飞驰而出 以两人的速度 大概三秒后就能狠狠撞在一起 这时候谁会打方向盘 这完全是在赌对方先打方向盘 看着两辆车越来越近 所有人避住呼吸死死盯着 此时的攀尾脸色出现了挣扎 这个古尔没有一点要打方向的举动 一个女人还有这样的勇气 不可能 肯定是在吓自己 然而零 五秒后 攀尾还是没发现对方要打方向盘 一张脸瞬间争鸣起来 这种速度撞在一起 后果是什么谁也无法保证 疯女人 比那个叶湿湿更疯 老子还想留着双手抱小妞 千军一发之际 攀尾顿时猛打方向 基本上是擦着麦凯伦的前保险杠掠过 众人倒吸一口凉气 随即发出兴奋的喝彩声 没想到古尔居然赢了 攀尾居然怕了 不愧是荆州来的大小姐 真是让人大开眼界 我去 这古小姐也推牛逼了吧 要是换成我 我恐怕也 陆正之难难说道 心生佩服 傅全服了服眼镜点头道 确实令人刮目相看 但不可否认 她的一系列操作 赢得了不少声援 真是一个有勇气 且有心机的女人 我说你怎么老是喜欢阴谋论 别人女孩子就不能勇敢了吗 真是服了你 傅全笑而不语 而古尔担心得要死 刚刚差点就忍不住尖叫起来 下次一定不准她这么玩 太危险了 我可不想永远当的男人 这时 阿斯顿马丁打了几个圈圈 才稳定下来 车里的攀尾 狠狠拍着方向盘 没想到 自己第二次输给一个女人 狠狠看了一眼 那辆麦凯伦 攀尾直接开车走人 人群里的赵玉和富洋雪 看见之后 也悄悄离开 今天晚上 面子可丢大了 第25章 颤抖吧 老娘回来了 于小多一个帅气飘移 停在众人前面 打开车门 伸出大长腿 光滑如玉的小腿 在车灯的照耀下 更加闪亮 这一幕下来 古尔都被自己给迷住了 自己长得也推好看了 难怪那些臭男人 像苍蝇似的粘上来 于小多朝着众人笑道 出来贵宝地 以后还请大家多多关照 古小姐厉害 我服了 说哪的话 古小姐以后有什么难处 尽管找我 能帮我们尽量帮忙 古小姐 你是我梁某人 第二个佩服的女人 听着众人的话 于小多也知道任务完成 简直就是一石三鸟 自己果然是个天才 但话又说回来了 刚刚可真是玄 还好自己拿捏住攀尾的性格 算是有惊无险 和众人吹嘘一番 于小多和古尔坐进车里 古总 怎么样 你现在算是出了名 听他们说 还和那个叫叶湿湿的齐鸣 你知道刚刚有多危险吗 万一那个攀尾没打方向盘怎么办 于小多愣了愣 心里还是暖了几分 古总 你居然担心我了 我是担心我的身体 于小多 自己还是太草率了 然而古尔强调一声 以后别做这么危险的事情 我还想把身体换回来 知道了 女人就喜欢罗里巴索 开车 我饿了 古尔横了于小多一眼 只能给他当司机 路上 一辆麦凯伦追了上来 只见陆正枝降下窗户喊道 古小姐 一起陆串去 好啊 你们跟着 于小多笑道 陆串就得选老地方烧烤店 于小多读书的时候 就在这家吃 这么多年来 也没怎么涨价 老板娘也很热情 此时 在龙海市周边的一个县城乡下 这里有一处格外别致的中式古宅庭院 门口摆放着两只巨大的石狮 珠红色的大门紧闭着 但是在两边站着两个男人 在大门中央上方 有着一块黑色的牌匾 刻着两个字 白家 漆黑的庭院中 有一处厢房亮着灯光 厢房内的摆设很普通 没有价值不菲的瓷器 也没有名贵的画作 倒是有很多竹条 用来编织竹楼等 而在小桌两边坐着两个人 一个正是白鸡 坐在他对面的 则是一位八十多岁的老人 一头银发 脸上的皱褶很深 但那双目光依然灵利 现在却隐藏得很好 他便是白鸡的爷爷 也是自己的全部 对于父母的印象完全没有 很小的时候 父母便意外去世 白建国重重咳了两声 白鸡赶紧来到一旁 扶着爷爷的背 地上开水 让我死了算了 听着爷爷的话 白鸡很是无奈 爷爷 别叫我爷爷 我还有什么脸去见你父母 都三十好几了 你是想让我老白家绝后是不是 白建国拍着桌子 就是一顿训斥 这世上也只有他能这么训白鸡 换个人试试 不知道被拍到哪里去了 白鸡轻叹道 爷爷 对象哪有那么好找 你这句话 我已经听了十年 你反正是盼着爷爷早点死了 没人再烦你 说完白建国就看向别处 跟个老小孩似的 白鸡还能怎么样 只能像个女孩子一样撒撒娇 这个形象要是曝光了 很多人都接受不了 别跟爷爷玩这一套 我现在不吃了 什么时候有男朋友在来看我 不然你就看我尸体好了 好好 下次给你带个上门孙女许行了吧 白鸡只能安抚一下 虽然这话已经说了无数次 但也能让爷爷消消气 听着这话 白建国冷哼一声 爷爷 骨家嫡系的人来龙海市了 白建国白眉一条 老朽的目光射出一道立光 来干什么 我接触了一下 暂时没发现其他 只是一个想证明自己的女孩罢了 白建国撑着桌子 缓缓站起身来 以后这种事情 你自己做出就行了 我不想知道 我只想看见你成家 好对你爸妈有个交代 夜深了 回去吧 看着爷爷背过身去 白鸡也知道 爷爷不想理自己了 爷爷 那您早点休息 下次孙女再来看您 白鸡恭敬退出厢房 轻轻地将房门关上 屋内的白建国 回头瞅了一眼 严厉地目光温和几分 这样下去不行 还是得亲自出马 当白鸡走出大门 站在一旁的刀疤男 顿时走来轻声道 白鸡 刚刚收到消息 那位古小姐 今天有动作了 她怎么了 白鸡淡淡问道 刀疤男将今天晚上 发生的一切叙述一遍 这让白鸡很是意外 居然把攀尾给比下去了 小姑娘有点意思 比起当年的夜湿湿 某个沙滩上 一具诱人的身体 躺在沙子上 皮肤成健康小麦色 留着干练的短发 精美的五官 找不出一点瑕疵 这是一个充满野性美的女人 同样也是一般人 惹不起的存在 她便是大家口中的夜湿湿 000 一旁桌子上的手机响着 夜湿湿皱着峨眉 并没有接 然而停了之后又想起来了 夜湿湿只能不耐烦地起身 拍了拍身上的沙子 如果于小多看见 肯定会惊呼一声 好长 比谷总的还要长 谷尔有一米七 在女孩子里面算高的了 而夜湿湿一米七五 比于小多也就矮了一点 如果穿得恨天高 就和于小多一样高了 谁啊 夜湿湿不耐烦道 夜姐 踢场子的来了 我刚刚给你发了视频 你看看 电话里的声音 很激动催促 夜湿湿愣了愣 打开发来的视频 正是刚刚两辆车 对撞的惊险时刻 夜姐 是荆州来的古大小姐 潘伟直接被她给灭了 潘伟这个垃圾 居然怕一个女人 真是丢尽龙海的脸 真是山中无老虎 猴子称霸王 等我回来 会会这个古大小姐 说完夜湿湿挂了电话 终于有一个像样的了 第26章 还是鱼哥牛逼 龙海市 老地方烧烤店 离于小多家并不是很远 走路也就十分钟而已 虽然只是路边摊 但生意异常火爆 周边几个 小区的人都喜欢来 尤其到了夏天 撸着串喝一瓶冰皮 爽得不行 这时 一辆宝马和麦凯伦 停在旁边 大家也是见惯不惯 上次还有个开兵力的呢 虽然车很常见 但是从宝马的 副驾下来一个角色美人 这让摊上的男士们 一下子就看呆了 于小多表示 变成女人之后 最享受的 就是这种注目礼 红姐 老规矩 于小多朝着一个中年妇女笑道 被称为红姐的妇女 一下就愣住了 这个漂亮的女孩子是谁啊 自己好像没见过啊 她是不是搞错人了 当看见于小多走过来 红姐顿时瞄懂 小多可以啊 这女朋友长得老好看了 于小多 古玩 几个老熟人听后 也是开启了调侃模式 于哥 有这么漂亮的嫂子 也不带出来 让大伙瞧瞧 就是就是 估计于哥怕我们抢呢 今天得请我们喝啤酒 嫂子太美了 后面的陆正芝和傅权双双走来 听到这些话 也是证实了他们的猜测 他们的关系 果然是情侣 老全 厉害啊 这都能猜中 其实也并不难猜 不过看他们这情况 似乎并不打算官宣 明白 他们想搞地下情 陆正之贼 嘻嘻笑道 于小多使劲给古玩 使眼色 去点单啊 傻站着干什么 古玩都被周围的人 调侃妈了 都感觉脸颊都在发热 看着古玩那模样 于小多也只能自己来了 老板娘 今天多加一条烤鱼 来个大碗炒盒粉 烤一份牛油 土豆韭菜来一份 鸡翅来四份 先上这些吧 姑娘 你真是小多的女朋友 于小多也没说 只是给了红姐一个眼神 红姐瞬间瞄懂 这时 古玩顿时走上前来 你刚刚说什么了 什么说什么 让我装个逼不行啊 你再乱说 我抽死你 说完就踹了于小多一脚 这把大家都看傻了 其中一个熟人大喊道 鱼哥啊 你这么欺负嫂子 我们可不愿意啊 大家说是不是啊 是 于小多笑着调侃道 上了他这条贼船 现在都下不来了 古玩用着吃人的目光 看着于小多 表示你再说一句试试 于小多很懂 立马就不说话了 然而在大家的眼里 鱼哥中就是你鱼哥呀 看看鱼哥调教的女人 一个眼神就不敢造次 真想去鱼哥身上取取经 你是如何让如此角色 美人沉浮脚下 陆正之和傅全对视一眼 古大小姐居然还怕这个男人 天啊 古玩朝着两人笑道 让你们见笑了 他就是喜欢 喜欢 古玩一下不知道该怎么说了 这不是把自己人设给搞崩了吗 我们明白 傅全轻笑道 陆正之就不同了 靠近古玩轻声问道 鱼哥 你怎么把古大小姐 训得服服帖帖 教教我 古玩 而这时候的鱼小多在干什么 给大家倒水 贤惠得不像个人 这更让男人们羡慕鱼小多的艳福了 这样的角色女人 只适合放在手里呵护 看看鱼哥 动不动就是一酒 别人还不太生气的 老老实实端茶倒水 招待不周 鱼小多轻笑道 这让古玩恶狠狠看着 装 使劲装 知道明天要换回来 就来这一套 陆正之的拜师之心更为强烈 如果学到这位鱼哥的绝技 恐怕堂堂白夜都能拿下 突然 鱼小多长叹一声 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 古玩暗道不妙 这家伙又要整事了 古小姐有什么烦心事 傅全出声询问 鱼小多感叹道 在一个陌生的城市打拼 身边也没有信任的人 太难了 古玩听后一愣 原来是在卖惨啊 倒是误会他了 是啊 大小姐实在太苦了 所有人都在针对他 他只能站起来反抗 古玩赶紧给自己一波惨状 两人一下就开启了双打模式 那是听着伤心闻着流泪 老全 你不是没事干吗 去帮帮忙呗 陆正之提议道 这 这不好吧 傅全低语道 但心里有点异象 这可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古玩目光一亮 在桌子底下 蹭了蹭于小多的腿 你赶紧加把劲啊 于小多感觉自己 被自己吃豆腐了 这种感觉太奇怪了 我现在很需要信任的伙伴 于小多深深看着傅全 露出诚挚的目光 陆正之附和道 就去吧 顺便帮我报仇 把古笑那两个逼踢下去 咱们还可以 来个礼音外合 打配合 于小多举起啤酒笑道 那我就宣布 咱们的团队正式组建 干一杯 傅全笑着点了点头 拿起手中的啤酒 古玩很开心 没想到今天晚上 还有大收获 只是无法让傅全进公司 担任高层 毕竟傅全这个名字 也很响亮 古市是不可能 让别人进入自家的高层 所以只能暗中调查 收集证据 一网打尽 古小姐 你今天的做法 恐怕会招惹一个人 陆正之神神秘秘笑道 于小多一愣 什么人 叶诗诗 于小多和古玩 今天晚上 已经听说过太多 叶诗诗这个名字 就是挺好奇的 这个女人 到底有多牛逼 傅全轻声说道 叶诗你们应该知道吧 她是年轻一代唯一的女孩 她的几个哥哥 十分宠溺她 导致她 不管惹出大多的事情 都能摆平 古玩皱着眉头说道 叶诗我了解一些 但没听说有叶诗诗这个人 陆正之说道 如果你知道叶诗诗 这个人底细 你还敢去招惹她吗 她就喜欢扮猪吃老虎 我们也是最后才知道她的身份 其他人还不知道呢 只晓得她很牛皮 久而久之 就被当成大姐大了 想当年我还在她手里吃过亏 第27章 古玩的妹妹 傅全听后都笑了一声 那天晚上 陆正之可惨了 比今天晚上的富羊雪还惨 最重要的是 潘伟是她小弟 傅全最后提醒了一声 于小多听后也很惊讶 潘伟那性格 还能任一个女人当老大 除非是被整得很惨 看来这个叶诗诗 不是省油的灯啊 这时 一个肥胖的身影 从远处走来 走起路来都带风的 很好诠释 什么叫春风得意 当看见于小多那熟悉的背影 顿时旁了上去 但是让赵良没想到的 于哥身边 坐的居然是古总 他们怎么会在一起 而且有说有笑 不 这不可能 于哥居然背着自己 和古总你弄我弄 于小多这时候 看见发傻的好机友 用脚蹭了蹭鼓尔 你看 把孩子给急的 鼓尔也很无语 谁叫你中午的时候 乱抛没眼的 还得让我来帮你擦屁股 胖子 过来坐 古尔只能学着 于小多的语气喊道 但是在赵良眼里 于哥现在就是嘚瑟 难怪今天下班之后 火急火燎跑了 原来是周末 和古总约会去了 陆正芝和傅全两人 好奇地看着赵良 感觉这胖子 一副失恋的样子 只见赵良来走 认真说道 于哥 你放心 我不会跟你抢的 古尔 于小多差点没笑出声 我祝你们两个百年好合 古尔赶紧解释道 胖子 不是你想的那样 我和古总没有关系 难怪于哥 你得罪古总都没事 原来你们两个 瞒着我交往起来了 红姐 来五十串五花肉 五十串牛肉 寄于哥帐上 他得请客填补 我这空洞的心 赵良只能化悲痛为食欲 刚刚还春风满面 一股旋风直接吹霉了 随着赵良这么一说 傅全和陆正芝 更加确定他们情侣的关系 也就笑而不语 大家心里门清 你们两个再怎么掩饰都没用 古尔干脆不说话了 真是越解释越乱 接下来倒是没发生 倒是于小多使劲给古尔 加财包虾 献煞旁人 古尔杀了于小多的心都有了 明天回到自己身上 别人都会说自己 被于小多调教得老老实实 本本分分 这个挨牵刀 就知道他没安好心 而于小多表示 我给自己金主端茶 倒水包虾有错吗 没错呀 没毛病啊 终于 古尔受不了提出解散 改日再聚 作为男人当然懂得 这么大一个美人 肯定得回家好好享受一番 陆正直表示自己 太羡慕这位于哥了 古尔都要崩溃了 怎么自己随便一句话 到他们面前 就完全变了一个样子 还有于小多 你害羞个毛线啊 你是不是野女人上瘾了 气急败坏的古尔 一把抓住于小多就走 熟人们顿时哈哈大笑起来 看把于哥猴急的 车上 于小多嘚瑟道 古总 我都还没吃饱呢 吃吃吃 就知道吃 怎么不撑死你 古尔气呼呼说道 赶紧到明天换回来 不然自己就变成 一个痴女形象了 于小多毫无形象地 打了一个阁 看得古尔双手捂住脸 愣着干什么 回家了呀 古尔狠狠给上一脚油门 咻的一声 直接消失在马路上 陆正直摸出一根烟抽起来 真是不得了啊 一朵这么角色鲜花 就被摘掉了 走吧 傅全轻笑道 对于男女之间的事情 并不感兴趣 反而在想 这用什么手段 压垮古笑的人 赵良握着油滋滋的 烤五花肉 突然感觉不香了 于哥今天晚上 有古总那样的美人伺候 自己却只能交给双手 说好一起单身 于哥你不讲信用 古尔将于小多 送到自己小区门口停下 古总 今天不回去睡觉吗 于小多问道 哼 明年反正会换回来 没那个必要 你爸妈也不在家 说的也是 慢点开啊 古尔冷哼一声 直接油门踩到底 于小多撇了撇嘴 等下回去 看我怎么玩弄你 哼着好汉哥 于小多悠哉悠哉 朝着小区内走去 立即放行 于小多还朝着 两位安保小哥 眨了一下眼睛 把两个小哥直接看傻 半想后 安保室里 响起兴奋的狼嚎声 走在路上的于小多 嘿嘿直笑 变成古总太好玩了 就是这高跟鞋 走起来实在不舒服 见四处无人 脱下高跟鞋拿着 打着赤脚 朝着古尔的别墅走去 回到别墅里 于小多将手里的高跟鞋 一甩 打算去冲得凉 原本香喷喷的郊躯 都染上一股烧烤味道了 突然一道人影 从后面跳了出来 张牙舞爪半鬼脸 于小多差点一巴掌呼过去 主要对方突然说话了 姐 吓到没有呀 于小多表示 你这句话在晚铃 吴淼 我这巴掌 就扇到你脸上去了 当对面的女孩子不做鬼脸 松开双手的时候 一张美丽的容貌 展现在于小多眼前 腹白貌美 这是标准的 眉宇之间和古总很相似 尤其是那双眼睛极其像 还有性感的嘴唇也很像 但没有古总高 但估计也在一 才知道谁更胜一筹 混蛋 于小多你在想什么 你好歹也是年轻有为的男人 怎么能有这么龌龊的思想 最多帮他按个魔就行了 但话又说回来了 这性格比古总强多了 活泼可爱 不像古总那样板着脸 好像谁都欠他钱似的 可惜不是双胞胎 如果是双胞胎 嘿嘿 不过这张脸 好像在哪里见过 难道是穿上衣服没认出来 姐 你不会是被我吓傻了吧 古院露出甜甜的笑容 一把挽住姐姐的手臂摇晃 于小多怎么可能被吓到了 只是一下不知道 该怎么说才合理 你怎么回来了 于小多沉着脸淡淡问道 古院顿时绝着红唇 一脸委屈 姐 周末来陪陪你吗 妈爷 这妹妹好甜啊 好喜欢啊 第28章 好妹妹别闹 古总上次说 要介绍美女给自己 难道就是她 古总 以后咱们就是兄弟了 不 你是我大姨子 以前是我于小多小气 没想到你连亲妹妹 都介绍给我 真是肥水不流外人体啊 这格局一下就打开了 看姐姐还沉着脸 古院摇晃着于小多的手 于小多只感觉自己的手 在摩擦过来摩擦过去哦 这是真的在考验自己的底线啊 姐 我最近接了一部戏 书店离这里又不远 想着就陪陪你啦 说完还一把抱住于小多 于小多都感觉血气充脑 这送上门的肥羊 好像不载不合适啊 不对 拍戏 狠狠打量一下 卧槽 难怪觉得她像谁 近一年走红的明星月嘛 还被誉为最有前途的女性之一 不管是演技还是唱歌 都是非常顶级 去年拍的 我没有秘密 那部悬疑惊悚剧 让于小多都入迷了 感叹着年头 还能出个貌美如花的实力派 自己都加入了粉丝团 手机里面 还有一些月儿的凉快照呢 没想到 现在自己能亲密接触 我勒个乖乖 不过屏幕上给人的感觉 亲和力很强 现在一看 倒是有点像没长大的孩子 非常年她姐姐 这不是又让自己占的大便宜吗 古总可从来没提起 她还有个妹妹要来 拍戏啊 古月儿 睁着那卡兹兰大眼睛 卖蒙点头 嗯 没地方住 好可怜 看看她 太可爱了 太会撒娇了 这才像个女人吗 其实 作为姐姐的古尔 确实很疼爱妹妹 这也导致古月儿 十分黏着姐姐 只要单独在一起 就会秒变小孩 就像现在这样 行吧 于小多还能说什么 难道把别人妹妹赶出去 太好了 我还以为姐姐 你又要把我赶走吗 咱们在一起 能搞个晚孕组合 一起对抗家中恶势力 古月儿握着小拳头 一副要打倒坏人的模样 晚孕组合 你怕是晚孕组合吧 要是早认识几年 信不信让你们 变成早孕组合 想名字都这么拉垮 还不如来个美少女组合呢 如果加上自己的话 那应该叫加薪组合 美滋滋 姐 你身上怎么有一股烧烤味啊 也不叫上我 谁知道你回来了 我去洗澡了 这么晚了你也早点休息 于小多觉得自己 要保留点人性 要做一个硬看男人 我这不是想给你一个惊喜吗 不要生气了好不好 我手晃来晃去 于小多只能无奈说道 不生气 去睡觉吧 嗯 姐姐晚安 晚安 看着古总的妹妹跑上楼去 于小多松了口气 没想到自己的定力如此之强 但话又说回来了 就算没定力又如何 棒吹都没有了 于小多看见沙发上多了一个包包 偷偷瞅了一眼二楼 走去打开看了看 当找到身份证的时候 原来古总的妹妹叫古月儿 而月儿只是她的一名 不管了 明天等古总自己来收拾她妹妹好了 回到卧室里 于小多先欣赏一下 再走去洗澡 然后又开始吐槽 这头发是真的难洗 而且吹干也要很久 真想给古总来个干练的短发 估计她会直接把自己折断 擦着湿漉漉的头发 于小多直接就从洗手间里走出 谁知道古月儿居然躺在床上 一脸惊讶到 姐 你居然不穿衣服 于小多也是服了 你在自己卧室里洗澡穿衣服出来啊 你睡我这干什么 还不回去睡觉 于小多拿起一旁的丝绸睡衣 披在身上 睡不着 想和姐姐说说话 于小多坐在化妆台前 既然来了 就给我吹头发吧 好嘞 老板 古月儿掀开被子 同样也只是穿着轻薄的睡衣 若隐若现 我干 于小多都感觉自己开始燥热起来 赶紧将空调温度调低一些 姐 我前几天听到妈妈说 他们在给你物色对象 拿着吹风机的古月儿轻声说道 语气总带着一股无奈 于小多听后顿了一下 前几天跟白夜瞎掰 难道自己猜对了 古总也是个可怜的女孩子啊 自己的人生大事都不能做主 难怪她对白夜如此伤心 于小多常叹一声不语 姐 过几年我也会秧马 古月儿男男说道 性子比较柔弱的古月儿 根本不敢像姐姐那样反抗 如果古月儿反抗失败 她更加没有勇气 怕什么 有姐罩你 于小多能感觉到 他们姐妹之间的感情深厚 也是帮着古月儿表达态度 听着姐姐这硬气的话 古月儿眉开眼笑 姐 你真好 以后我保证乖乖听话 不给姐姐惹麻烦 于小多笑了笑 自己是个独生子 有时候也羡慕别人 有兄弟姐妹 给姐姐安安肩 于小多笑道 便宜妹妹得用起来 遵命 享受着大明星的按摩 于小多也是一阵舒爽 姐 昨天我不轻易偷听到 堂哥他们的对话 似乎在针对你 实在太坏了 你可要小心 古月儿赶紧提醒姐姐要注意 好不容易争取的机会 别被堂哥们破坏了 你姐现在都是我罩着 你就放心好了 月儿 这些事情 姐姐会处理好 不用担心 于小多拍了拍 古月儿的手背 之前还想要个签名呢 如今还能近距离接触 老天开眼 不对 还是老妈厉害 求的姻缘 简直太灵验了 单身二十五灾 要么一个没有 要么一下冒出这么多 眼睛都看花了 头发吹干 于小多也不想占便宜 回去睡觉吧 都十二点了 只见古月儿 直接钻进了被子里 冒出头来说道 姐 咱们聊聊天吗 妈妈又不知道 我去 这是聊不聊天的问题吗 让你姐知道 我跟你睡在一起 还不拿把菜刀 把我给剁了 明天 明天我们聊 于小多表示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 不然休怪我双手无情 我的黯然销魂手 可是还没开封的呢 第二十九章 姐姐给你介绍个男朋友 音音音 古月儿 直接把自己给蒙住 于小多轻叹一声 古总 看看这 我也没办法 这赶都赶不走 难道让我睡客听去 那我于小多不成圣人了 等明天古总醒来 发现身边睡的是他妹妹 估计会把自己干掉 姐 你什么时候 开始不穿衣服睡觉了 古月儿好奇问道 你码呀 嗯 有利于身体健康 保持身材 于小多胡乱瞎扯 月儿妹妹 你在乱动手 你于哥哥可要动粗了 古月儿从小就是 无脑相信姐姐 一听能保持身材 立马说道 那我也来试试 于小多 姐 嗯 于小多翻着白眼回道 还好关着灯 你有没有喜欢的男孩子 听着古月儿的话 于小多表示 古总你妹妹想男人了 没有 你有了 于小多好奇问道 我也没有 娱乐圈里帅哥虽然多 但都吐我身子 都是色狼 于小多灵光一线 古总不是要介绍给自己吗 择日不如撞日 月儿 姐姐给你介绍一个男生 真的吗 什么样的 有照片吗 身材好不好 看看 古总你妹妹确实想男人了 感觉女人之间的聊天 和男人没什么区别 于小多深沉说道 这个男生不是那种特别帅 但他的帅 是帅得有深度 这样介绍自己准没错 绝对不弄虚作假 夸张宣传 古月儿没说话 但已经开始幻想起来了 姐姐介绍的肯定不差 也不会害自己 他有宽固的胸肌 八块腹肌外加鲨鱼线 线条分明 仿佛用刀子刻上去一样 一听姐姐这样的描述 古月儿一下就来兴趣了 但也好奇问道 姐 你看到过 呃 在健身房里认识的 古月儿常常 呕了一声 于小多继续卖力介绍自己 而且他很有上进心 正义感强 从来没交过女朋友 只为等待心中的女孩 说着 把自己都感动一番了 憋了那么多年的老铁树 终于是要开花结果了 啊 从来没交过女朋友 心里是不是有疾病啊 于小多差点吐出一口老血 我怎么可能有病 我那是在等一个有缘人 臭妹妹看打 怎么能这么说 在这浮躁的社会 还能男生保持清白之躯 那是何等的少见 他们是有原则 不在外面乱搞男女关系 于小多敢紧解释一波 咱们这种好男人 你可打着灯笼都找不到 我去 这是什么神理解 这你都不喜欢 为什么啊 我听一些女孩说 他们没技术 姐你细评一下 唉 居然没把自己推销出去 太失败了 不过姐姐的眼光肯定没错 到时候可以见一面 于小多目光一亮 果然是好妹妹 听姐姐的话 姐姐怎么会害你呢 古月儿突然贼笑道 姐 这么好的男生 你自己怎么不下手吗 傻月儿 姐姐只想看着你幸福 于小多说完 把自己都给麻到了 太感动了 果然 古月儿就被姐姐 给感动到了 姐 你对我太好了 所以 你就要听姐姐的话 于小多心里笑翻天 感觉自己太邪恶了 嗯 感受着古月儿 在自己怀里蹭着 于小多低声问道 月儿 姐姐给你按摩一下吧 好啊好啊 古月儿就像一只 傻愣愣的羊羔 正在被一头 恶狼哄着进入山洞 你先背对着我 于小多发誓 就是普通的按摩 古月儿乖乖地听话背对着 这样于小多就能方便下手 来吧 使出我的成名诀 躺在床上 古尔翻来覆去也睡不着 拿出手机看了看 都凌晨一点了 想打个电话给于小多聊聊 但还是算了 估计都已经睡了 无聊的古尔 翻着于小多的手机 睡不着的时候 就找个电视去看看 看着看着 就能被催眠 但发现手机上 也没有看去APP 只有一个叫豆豆传媒 所以 古尔点开了这个APP 当打开之后 古尔难以置信看着 然后直接关了手机 丢在一旁 暗骂一声于小多 LSP 手机里面居然有这玩意儿 时间在一分一秒过去 蒙在被子里的古尔 更加睡不着了 心想 反正他也不知道 再看一下下 只见被子里伸出手臂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将手机拿过 黑暗的卧室里 被子缝隙发出微弱的亮光 还加着奇怪的声音 第三十章 于小多 你是不是生病了 这一夜很让人记忆犹新 难以忘怀 直到太阳升起 一缕阳光透过窗户 洒在地板上 古尔皱了皱眉头 思绪渐渐清醒 眼睛没睁开 首先就是查看一下 自己的身体 平的 睁开眼睛一看 居然还在于小多的房间里 今天居然没有交换回来 这让古尔有点想不通 但好像也没什么办法 揉了揉眼睛 感觉有点酸 刚刚坐起身 古尔就感觉不对劲 赶紧掀开裤子看了一眼 不得了 于小小多吐了 赶紧拿起手机打过去 这要不要上医院啊 此时的于小多 正睡得舒服 主要旁边有个大明星 搂着自己 随着床头柜上的手机响起 于小多不耐烦 转过身拿起手机 谁啊 大清早的让不让人睡觉 喂 于小多 你土白沫了 你是不是有病啊 要不要去医院 古尔把自己给吓死了 慌得不行 于小多听后 一下就清醒过来 看了看四周 还在古尔身上 你刚刚说什么土白沫了 古尔都有点说不出口 直直呜呜憋了半天才说出口 于小多一脸呆滞 麻烦你有点常识好不好 什么土白沫 麻烦你去摆度一下好不好 你什么意思啊 大清早有生理反应也正常 但于小多觉得 事情没那么简单 难道他做了什么 见不得人的事情 你是不是看我手机了 古尔脸色一红 顿时想起昨天晚上的事情 谁看你手机了 没证据没乱说 自己去洗洗 说完于小多就挂了电话 而古尔皱着眉头 看了看快没电的手机 还是摆度了一下 到底怎么了 看着结果 古尔脸色变得古怪起来 直接把手机按住 静默者黑 肯定是于小多 把自己带坏了 一旁的古尔轻柔问道 姐姐谁啊 于小多心里咯噔一下 都忘记身边还有个人了 还好古尔还迷迷糊糊的 没听见 一个卖保险的女人 哦 古尔挪动郊区 因为在姐姐身边 只有这样她 才会有安全感 不过在昨天晚上 除了安全感 还有另外一股刺激感 于小多搂着古尔的乡间 都忘记跟古总说 她妹妹来了 算了 再睡一下 困死了 半个小时后 依偎在 姐姐港湾里的古月儿 轻声道 姐 剧组今天开机 晚上再来陪你 还有这种好事 姐姐求之不得呢 去吧 让李薇送你过去 于小多还是比较谨慎 自己也不需要什么保镖 我自己开车去就行了 听姐的话 我今天也不会出门 古月儿老老实实点了点头 晚上 我买好东西回来吃 怎么样 好妹妹 姐姐现在想吃了你哦 于小多笑着点了点头 真羡慕古总有这么可爱的妹妹 只见古月儿掀开被子起身 站在床边穿戴起来 这让于小多大饱眼福 果然还是看别人带劲 忍不住就伸手一拍 月儿的臀越来越翘了 姐 我跟你拼了 古月儿娇称一声 都被姐姐盖上五指印了 那自己也得盖上大床上 两 姐妹 顿时扭打在一起 于小多同志乐疯了 半想后 古月儿穿戴整齐走出别墅 角色翘脸上 还有残余的红韵 心想 姐姐今天真会欺负人 都没以前那样严肃了 李薇早早就将车安排在门口 看着古月儿走出 公公静静喊道 二小姐 早 李哥早啊 跟姐姐来这边还习惯吗 古月儿甜甜笑道 李薇也是家里的老员工了 姐妹俩读书的时候 就是她负责安全 这么多年也没出现意外 李薇将近四十岁 在古市工作了十五个年头 入职就是负责两位小姐的安全 但那时候还不是队长 现在也干到了队长级别 待遇也是水涨船高 娶了漂亮的媳妇 还有一个帅气的儿子 人生算是完美 对于两位小姐 李薇觉得也算是看着成长 大小姐性子沉稳 欲试冷静从容 二小姐性格温和 对周围的人很关心 热心长 但没有什么主见 都是大小姐在一旁帮着 二小姐那时候想唱歌 大小姐极力支持 二小姐想演戏 大小姐依然支持 甚至和古先生吵了一架 可谓是非常疼爱 原本还有一个女孩玩得好 但吵架了 好几年没来往了 谢谢二小姐关心 这边天气还好 不像荆州那般干燥 我可听说 这边的夜店很出名哦 李哥你有没有去啊 李薇脸色一僵 低笑道 大小姐安全为重 不敢怠慢 那就好 我过来的时候 嫂子可让我看着你哦 小心我打你小报告 古月儿调皮笑道 显得格外开心 李薇苦笑一声 二小姐 时间不早了 古月儿回头看向别墅的窗户 扬起手高兴地挥了挥坐起车里 卧室里的于小多抬着手臂 目送车队离开 月儿妹妹真是个活泼开朗的女孩 床上的手机这时候响起来了 于小多也打算跟古尔说说他妹妹的事情 只是保不住火的 都占了一个晚上的便宜了 自己都不好意思了 然而当于小多看到来电显示 顿时脸色一惊 居然是白爷 对于白爷 于小多觉得自己那是在刀尖上跳舞 分分钟钟就要被砍死 那艳符伴随着危险 可不像于儿妹妹这般的甜 调整好情绪 于小多接了电话 笑道 白爷 早上好啊 电话那边的白鸡愣了一下 这语气似乎又正常了 有空吗 白鸡轻声问道 我敢说没空吗 这不是一句废话吗 古总啊 不 大姨子啊 你妹妹可得要介绍给我啊 我都为你上刀山了 当然 那就陪我出去走走 我发个位置给你 到了给我打电话 于小多N了一声 挂了电话 于小多走进衣帽间 今天穿什么衣服啊 变成女人之后 自己居然会为这事发愁 之前可是随便穿的 估计是为了古总的形象 免得他说自己没个形象 既然是出去走走 那就不穿什么正装了 很快 于小多就翻到一件短的牛仔裤 找到皮卡丘的T恤就他们了